第451章 天堂地狱数字 修德肖章 来自蓬莱的老者陈蒲青是 哈哈 朱成坤则大笑 化成一头黑红色的胸情 带着黑雾 流动光焰 死死地盯着楚风 自觉生怒 欧海一头浓密的青发披散 声音冷烈 楚风刚才的话语针对他们所有人 只身一身要占群敌 让他们都露出冷漠的笑 如同在看一个死人 远处 海面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 无边无际 宁静无波 近前 紫竹林中的这块很大的绿草地上却杀鸡浮现 一场流血冲突即将上演 楚风一个人站在那里 面对多位逍遥境的强敌 他收起暗红色长矛 换成一柄青铜剑气 非常镇定 道友想杀他 请 陈蒲开口 看向显化本体的朱成坤 很客气 请他先动手 朱成坤扇动翅膀 火光腾腾 道 这样的那种自然不容他多活 不过他羞辱你蓬来太甚 还是你们先来吧 一混分我半截身子吃便可以 这样好吗 道友确定不先去斩他一箭 让他明白自己的浅薄无知 陈蒲问道 不用 你先来 朱成坤道 两人竟然当众谦让 言语自意 陈蒲是真心的 对朱成坤是好 正如楚风所言 他们对内强硬 以正统自居 对外则软弱 不惜讨好 朱成坤想杀楚风 但却不想拼命 不久前曾吃过大亏 他只想占据一个最有力的位置 关键时刻补刀 楚风的头颅太直前 谁能杀掉他 谁就能换取圣人同章 两人的心思各不相同 同时大笑 一副相互礼让的样子 浑然不将楚风看在眼里 后面 二海双目冷悠悠 虽然暗飞扬跋扈 但他也不会去雪拼 选了一个有力的位置 想在最后关头斩楚风手机 最后 蓬来的人动了 陈蒲与陈峰两名老者一起向前走去 你觉得自己很强 事实上很可笑 陈蒲看着楚风 淡然开口 道 当你觉得可以阴机长空时 其实也只是从一个罐子里爬到一个更大的井中 来 老夫让你清醒一下 看一看你呆的罐子有多小 这老家伙嘴巴很刁 讽刺楚风是罐子里的蛤蟆 大战前 楚风越发的平静 道 以老卖老 自以为是 当你看到自己的人头飞起那一刻 会为现在的言语感到羞耻的 多说无意 拿下他 陈蒲动了 快如意到电光向前扑杀 他是逍遥境界的进化者 真要是逼近楚风 自然可以击杀之 诗 楚风暴退 进入四根黄铜主子所围起来的场域中 还想利用场域 晚了 这时 陈蒲也动了 快速冲进这片地带 不怕场域伏击 诗 在此过程中 插在地面上的两只小棋子 像是两头地龙 划破草地 跟着他们一起进入场域中 一刹那 这片地带果然寂静 场域失效 不能困住他们 破玉棋 圣子李清认出那两面小棋子的来历 非场域高手不能炼制 是专门为瓦解场域而制作出来的 一般来说 场域研究者不会轻易炼制与宋人 因为这是对他们这一领域的破坏与伤害 呵呵 楚风小有何虚逃啊 你的自信哪里去了 陈朴清笑 吃 假一刻 正在飞顿的楚风纸布 在其中为瓷石成片 密密麻麻 足有成百上千块 交织出绚烂的纹络 这是他最近精心准备的 想要在合适的地方布下一个大型场域 坑杀对头 但现在不得不提前用出一部分 因为 他也没有想到 蓬莱两名老者身上有破玉棋 那东西很不常见 嗯 陈锋一惊 树的纸布 在他的脚下 那敢巴掌大的三角小旗闪耀乌光 旗面不是布料 跟旗杆是同一种材质 唯有黑的选词 这是非常稀有而珍贵的材料 一小块而已 就能让一地的磁场直骤变 干扰各种能量排列与组合 此时 破玉棋发光 再想破开地面 不是那么顺畅了 任何东西都有极限 当场域足够强大时 破玉棋也会失效 楚风一口气从空间瓶子中计出千百块瓷石 布置场域 自然让小旗效用锐减 陈璞与陈锋起初虽然露出金融 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 各自向地面的小旗注入能量 令他们污光霸盛 接着 两只悬瓷小旗再次移动起来 虽然不快 但是却能在场域中冲击 向着楚风而去 不过 一时间到也接近不了 楚风可以躲避 空 空 空 陈璞出手 掌指尖不断有能量光束飞出 想要封杀掉远处的楚风 不过 终究是有场域符文在 并未让这里的场域彻底失效 所以他一时间难以奈何楚风 外面 所有人都在密切注视 本土进化者在惊叹楚风场域造诣的同时 也对蓬莱敬畏 居然能这样破解 一些人叹息 难怪蓬莱敢以正统自居 不仅自身实力强大 而且古代遗留下来的秘宝等很多 给人生不可做的感觉 陈璞但笑 道 楚风 你还能逃到哪里去 这片场域如同一口井 我们终究会捉到你 而你敢跳出这口井吗 域外的道友会立时将你拿下 人们看到 楚风活动范围变小 在北接近 早晚会被两个牢者堵住 形势越发的危急 场域外 朱成坤坐不住了 看到楚风渐渐被逼近死角 他想俯冲过去进行绝杀 那颗头颅等于圣人同章 欧海也蠢蠢欲动 机会就在眼前 道友 我来助你们 终于 朱成坤忍不住 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有两只破玉其在 这片场域困不住他 只是让他速度迟缓而已 欧海舔了舔双唇 舌头心红 牙齿雪白而森寒 他也一步就迈了进去 抢着要摘楚风的手机 事实上 在他们的身后 足有十几人都在第一时间动了 刹那就来到场域边缘 目光炽热 准备猎杀 李清想阻止 但是看到圣女黎玲没有任何表示 他也只能闭嘴 静观事态发展 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 陈仆哈哈大笑 道 既然两位盗友也进来了 那就结束这场狩猎游戏吧 区区一位虚假的天选之子 他算得了什么 立刻诛杀他 说到这里 他与陈锋又各自取出 一杆有黑的三角小旗 不足巴掌长 以悬瓷炼制而成 在痴痴两声中插入地面 一刹那 整片场域都寂静 再无场域符号闪耀 彻底被定住 这两个老家伙居然带来四感破预期 一直都留着后手呢 这实在戏弄楚风 现在才露出底牌 无趣啊 还想跟熬鹰似的 慢慢折腾你呢 结果你也不过如此 便早早取你性命吧 陈璞沈笑 不过是贯中挖而已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 可以明确告诉你 那种身份与你无关 陈锋更是这般奚落 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上前 将斩首的机会留给域外的人 因为周围虎视眈眈的人太多 目光赤盛 场域中便有朱成坤与厄海两人 都想摘楚风头炉去换圣人同章 陈锋与陈璞虽然也想要 但是却很明智的退后 不想被这片地带二三十位逍遥境的降临者围攻 抓得一声 朱成坤第一时间降落 并重心化成人形 身高一丈 满头红发 眼中胸光闭露 抬手就向楚风抓去 土著 早先竟敢伤我 现在一把就足以捏死你 你算什么东西 他大喝着 胸念腾腾 砰 关键时刻 厄海后发先知 跟他对了一掌 直接将他击退几步 厄海也想摘走楚风的头颅 关键时刻绝不会相让 厄海 朱成坤眼神森寒 朱兄 对不住 我也想要圣人铜章 这颗头颅是我的 厄海猎着大嘴在笑 快速向着楚风挥动左掌 寒光闪烁 化成风锐的大爪子 要收割生命 同时 他对楚风鸣笑 道 区区一个土著 你这样的货色竟能换到一枚圣人铜章 真是赚大了 轰 朱成坤探出右臂 化成黑红色的阴雀翅 阻挡在前 不允许他先一步击杀楚风 两者肩碰转出刺目的能量光团 他是我的 这个逆种只能由我来杀 朱成坤寒声道 欧海咧着大嘴 牙齿雪白 道 不 还是让我来吧 朱兄身上有伤 好好去休养 我最喜欢捏杀这样的土著 满足一下我的愿望吧 他在警告朱成坤 有伤肢体不是他的对手 这两人刹那间就交手 并且不时探手向着楚风抓去 都想抢先斩掉他的手机 在他们眼中 楚风已经是一个物品 雷什么自主权 都想争夺到手 拿着他的头颅去换造化 地球本土进化者看到这一幕 都心情沉重 楚风是本土进化者中的佼佼者 可现在却这么的没有地位 被两个降临者当货物般争抢 实在有些可悲 江洛神花容失色 握紧拳头 为楚风叹息 就是以前跟楚风不目的一些财阀成员 现在也都有吐死湖碑之感 年轻的行义全宗师徐青 责面无表情的看着 林公主这一次露出金融时 也在皱皱额眉 她在观察楚风 这次没有像在庐山时那么过早下结论 邹嗖嗖 这一刻原本还在场域外观望的十几位强者 全都冲了进去 因为已经确信 这片场域被定住 他们都是逍遥境界的域外进化者 一个个双目火热 冲向前方 要争夺楚风的首级 再也没有什么顾忌 因为 朱成坤 鄂海帮他们探好路 即将成功斩首猎物 证明此地已经安全 楚风被逼到一脚 在他的脚下正踏着一根锁龙庄 他面无表情 看着朱成坤与鄂海飞扬跋扈 一起争夺他 直到那十几人也都冲进来 他才露出冷酷的笑容 脚下猛力一踩 一声浇鸣发出 地面光滑大作 左龙庄是奇物 出自南海 惊态上八卦卢多次熬练 目前揭开两层神秘面纱 升级两次 目前在这里 他已只动用第一次的升级版的鬼打墙 还有一层场域没有用 现在轰的一声 四个方位发光 竟有焦银声隐约间传出 光芒大作 这片地带顿时崩开 场域有强弱之分 现在的神秘所龙庄光滑腾腾 在地下一栋 直接让这里天翻地覆 一刹那间 地面上四根破玉旗全部均裂 而后其面断掉 瞬息间 这里雪光绽放 楚风毫不犹豫 手持青铜器对着朱成坤劈去 直接让他的一条手臂飞起 啊 朱成坤惨叫 因为他如泻泥沼 很难震动 这才是锁龙庄的奥秘出现 扑扑扑 下一刻 楚风连挥三箭 都被朱成坤艰难地用手臂与腿阻挡了 这也意味着他的四肢全部断落在地上 空 楚风挥动左拳 一拳砸他的身上 直接打穿他的腹部 鲜血淋淋 同时又手中的青铜剑气消掉想要挣脱的恶海的尾巴 血光绽放 砰砰砰 数拳而已 朱成坤有惨叫而声音虚弱 他被楚风的拳头打爆 身体四分五裂 头颅滚落在地上 真以为你皮糙肉厚 我打不动啊 早先不过是不想撕破脸皮 给理清念子 不过 既然你是阴久缺的后人 且想杀我 那还留你性命作甚 楚风就这么几拳而已 崩裂朱成坤 只留下一颗头颅 在那里垂死挣扎 同时 楚风的青铜剑气也没闲着 在说话时就已经将恶海的四肢消断 让他哀嚎不止 砰 接着 他向前冲去 双脚猛踢 将这头凶恶的人形大鳄塌裂 而后踢得爆碎 也只剩下一颗头颅在地上滚动 眼露惊恐之色看着他 闯进场域中的十几名玉外生灵 通体发寒 全都颤立 而不远处 陈朴与陈锋更是头皮发麻 陈锋已经取出遗物 正在拼命催动 发出污光 将他自身那里覆盖 楚风惊悚 向前冲去 一招手间 顶面隆隆乍响 一根锁龙装浮现 被他抱起 拼命向前砸去 因为 他已经猜测出那是何物 本来两个老家伙太狠辣 准备充足 果然是为灭他而来 如果不能阻止 麻烦很大 左龙装跟鼻鼠子还粗大 被楚风当作兵器用 非常恐怖 砸得那片污光摇动 差点爆开 碰的一声 最终陈朴被震落出来 脱离污光范围 他顿时脸色煞白 嘴唇都在哆嗦 颤声道 楚风小友 有话好说 噗 楚风一箭挥出 直接将他的头颅斩下 提起他的手急就倒退而去 陈朴失去身体 头颅还在抖动与挣扎 并发出精神哀嚎 怒怨与仇恨无比 闭嘴 楚风在急速倒退过程中 给这个头颅两个大耳光 顿时让他安静 转眼间 他就收集三颗头颅 行尸逆转 附近 所有人都震撼 对于陈朴 朱成坤 惡害而言 太痛苦了 只剩下头颅在苟延残喘 当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事实上 其他闯进场域的人也是如此 全都毛骨悚然 第452章大魔王片刻间 一群人还想围猎楚风 转瞬间 草地上血迹斑斑 十几位强者如线泥沼 挣脱不出来 连陈朴都被楚风一箭消售 形势逆转之快让人咋舌 然而 也就是在此时 楚风在暴退 李方才进攻时还果断 将速度提升到极限 想远离这片地带 轰偶 同时 土石翻涌 他在动用场域手段 牵引几根锁龙装 想要一起带走 地球本土进化者全都若然 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楚风怎么掉头就走 没有接着进攻 场中 一团乌光绽放 不断蔓延 向着思念八方汹涌 将楚风早先所布置的场域覆盖在里面 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 楚风为什么那样果决 这乌光初始缓慢 结果后来声势惊人 如山洪绝堤 不可阻挡 追悉间 那片地带被乌光遮拢 楚风费精力气 也只携带出两根锁龙装 另外提着三颗头颅的发迹 一同带了出来 正子李清瞳孔收缩 盯着场中那团弥漫开来的乌光 露出金龙 感叹道 郑玉印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郑女离离已动容 凝视场内 陈锋手中有一块石印 通体乌黑 满石裂痕 正是他在发光 遮拢那片区域 咔嚓 随着乌光彻底覆盖楚风所布下的场域 石印上又多了一道裂痕 看样子随时会四分五裂 这是一件补物 这就是楚风暴退的原因所在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块真玉印 跟月球场域典籍上的一些记载相近 顾名思义 这种印可以镇压场域 真玉印一般都出自场域名宿之首 这东西非常难以炼制 对材料要求高 必是天才地宝 而且内部所刻写的场域符号密密麻麻 复杂而悬傲 许多场域大师亲近一生心血也无法制出一块真玉印 陈锋在心痛 这块石印是蓬莱的古物 古代曾被一宝击中 差点毁掉 上面裂痕交织 自此之后每用一次上面就会多一道裂痕 据他们评估最多还能用上三四次 而在今天直接又耗用一次陈锋怎能不心痛 这可是比破预期更稀有与珍贵的骨气 当然他心痛的还有他的兄弟陈璞 被楚风斩首并一把抓走头颅 这让他眼睛都红了 楚风放陈璞回来 他尽量放缓声音 交谣境界的声明被斩首后短时间内可以不死 如果救治及时让手及与身体对接在一起自然可以活命 楚风盯着他手中的黑色石印 目光炽热 真的很想从敌人手中夺来 镇玉印 异常珍贵 可以镇压场域 是许多场域研究者的特心 当然 如果场域足够强大 手持镇玉印也没用 一切都是相对的 而且 镇玉印有时孝性 动用一次就需要冷却数天 不然的话他会解体 主要是内部符文太反傲与复杂 一旦运转起来 对石印材料损耗很大 持续运转会让石印崩开 楚风觉得 这块镇玉印非常不简单 若是没有军裂的话 多半是一桩重器 缘胜各种兵器与蜜宝等 他如果能夺来 可以借此 进明山大川中的一些蜜的 采摘神圣异果 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封城之地 那座祭坛上有盘桃草海丹等 如果手持镇玉印 再加上他的场域手段 说不定能登上祭坛 取走那些西式祭品 那个时候 他便可以疯狂进化 还我锁龙庄 楚风开口 向陈锋索要 到头来 有两根锁龙庄 被镇玉印散发的乌光留在里面 没有能带出来 这时 早先如现你找的十几名强者 都恢复过来 可以行动了 在乌光中不受影响 一个个都露出冷意 盯着楚风 下一刻 他们全都冲了出去 并向楚风扑杀 吃吃吃 楚风带出来的两根锁龙庄没入地下 而且他将空间瓶子中早先刻好的磁石祭出 密密麻麻 在这里发光 追悉间这十几人止步 没敢妄动 前车之见 朱成坤与厄海的头颅还在他手中提着呢 楚风 放开我兄弟 陈锋再次开口 而后 他又对那十几人暗中传音 道 他缺少两根锁龙庄 所不场欲残破 不足为惧 更为一个冲击就足以瓦解 能瞬间将他击杀 果然 十几人露出异色 一起逼近 楚风面色冷峻 道 都给我站住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然后 他提着陈璞的头颅 一口气抽了十几个大嘴巴 响声清脆震耳 整颗头颅都差点烂掉 你 陈璞晕头转向 他失去景象以下的身体 很虚弱 被一顿大耳光打得悲感耻辱 他很想发狂 动用精神力进行攻击 但是不知道为何 只要临近楚风 他的精神就被压制得如同无根扶瓶 最后 他惊悚 发现原因所在 是楚风衣服里面裹着的那张袈裟所置 还想袭击我 楚风低头看着他 道 你曾经自以为是指点江山 忘记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当你看到自身头颅落地时 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很可笑 你们还不止步 楚风或得抬头 看到那十几人还在临近 然后 他碰的一声 一脚将陈璞的头颅踢了出去 在那天空中直接撕裂 啊 痛死我也 陈锋大叫 目自欲裂 他鼓动十几人临近 去逼迫与袭杀楚风 结果楚风太果断 一脚踢死他兄弟 还不止步 楚风拎起朱成坤 厄海的头颅 看向那十几位逍遥境界的高手 不要啊 朱成坤很虚弱 但还在哀嚎 请那些人止步 厄海也差点崩溃 他真的不想死 也在开口 请那些人务必倒退 楚风 你收手吧 不然的话你没什么好下场 那十几人止步 但是却也有一个黑衣人 开口威胁 让他放下朱成坤与厄海 喷 楚风二话没说 将朱成坤的头颅补了一剑 导致他形神俱灭 你 竟敢如此 好胆 黑衣人是一头黑虎所画 此时勃然大怒 这要是传出去 硬雀一脉的人说不定会责怪他 是因为他的逼迫而导致朱成坤惨死 噗 当听到黑虎再次呵斥后 楚风一剑批出 江洛海也彻底斩灭 相当果决 黑虎的脸都绿了 这个锅他背不起 两族的高手都因为他的呵斥而被楚风干净利落的给斩杀掉 这 不关我的事 他对周围的人说道 就是因为你逼我 所以我不得不下杀手 楚风不嫌不淡的说道 黑虎含毛炸力 这种黑锅他绝对不能被 喊道 我逼杀你 诸为我们联手瓦解他的残缺场域 而这时 陈锋留下这预印 让陈圣在那里守着 他自己走出乌光地带 面孔争鸣 几乎扭曲 寒声道 楚风我要将你错骨扬灰 这时 十几人全都动了 一起逼近 要联手破开此地的不具备太多威胁的场域 李清想要阻止 但这时他恶然发现 圣女李林也在动 目光闪烁 一想去猎杀楚风 他终究是要被杀掉 还不如将头颅留给我去换圣人铜章 这是李林的话语 他也接近那片地带 最终只有李清与六人留在原地 彼此面面相去 终究是没有去阻止 也为上前跟着出手 远处 欲求本体进化者都觉得 楚风压力过大 乱了分寸 不应该将陈璞 朱成坤 惡害彻底击杀 留下当人之更好 在他们看来 楚风陷入绝境中 空 吃几人一起发难 将场域击破 很多磁石炸碎 就是两根锁笼装都横飞出去 楚风你这个孽畜 给我那命来 陈锋怒吓 第一个冲了过来 就要轰杀楚风 黑虎叫道 慢 让我来 我得生情活捉他 洗刷我的冤屈 朱成坤与厄海的死跟我真的没关系 陈锋虽然很想立刻诛杀楚风 但是面对域外的高手 他硬气不起来 当真就止步了 呵呵 还是让我来吧 来自大地魔雄一族的进化者开口 化成人形后升高三丈 跟一截铁塔式的 此时向前迈步 要抢先出手 一个女子清孝 红色衣裙甚是鲜艳 清零迈步 大眼水汪汪 连梅梢带着美泰 道 都别争了 有我击杀他正好 另一人反驳 道 红灵 你也是人族的 这样杀同类不好 还是由我们出手吧 这是一个土黄色的巨人 足有十丈高 探出一只大手就向楚风那里抓去 不过 他被人阻拦 毫无疑问 不久前朱成坤与厄海相争的一幕再次上演 这一次参与的强者更多 足有十几人 现在没有场域 也无危机 他们自然要抢人头 只为换圣人同章 你们真是视我如无物啊 楚风开口 眼角眉梢都带着煞气 扫视所有人 一些人露出青年之色 直接呵斥他 看来 也就只有你们这些人 再无人上前 那我就不等了 楚风自语道 饺子 你不知天高地厚 没有了场域 我一巴掌就能拍死你 黑虎咆哮 向前猛窜 直接出手 楚风眼眸绽放光束 冷烈无比 直接盯上他 而后迎击 喝 你有种 竟敢跟我动手 黑虎觉得被挑战尊严 因为 楚风没有利用场域 直接跟他肉身搏杀 哄 两人撞在一起 拳风浩荡 虎爪锋利 居然接连硬碰硬 扑 几乎是瞬间 黑虎就惨叫 他被打得崩开 被楚风用拳头非常暴力的打爆 黑虎致死都在发猛 一副火箭鬼的样子 吃 红色霞光闪耀 正是那个名为红灵的女子出手 他原本是要阻击黑虎的 不想让他隔杀楚风 他想抢人头 结果却见到黑虎惨死 他的手掌顿时拍向楚风 砰砰砰 数次碰撞 楚风施展牛魔拳 狂暴无比 将这个名为红灵的女子击毙 他的眉心如同被牛角击穿 其实是一个拳动 一个土著 正在开口说话的大地魔雄直接闭嘴 一脸愕然之色 就这么片刻间 黑虎与红灵都战死 被击毙了 楚风就找上他 凌空而来 如同一头蛟龙横空 规动蛟魔拳 伴着螺旋径 向他轰杀 两人激烈交手 但是十招后 这头强悍的大地魔雄 被楚风的含着螺旋径的蛟魔拳 生生撕裂为两半 血液四溅 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震惊 枷锁静击杀逍遥静的生灵 这是要逆天吗 而且 这不是依靠场域 也不是以仗秘宝 而是徒手格杀 楚风 你算什么东西 敢与我捧来正统为敌 老夫要将你千刀万寡 尘封面孔扭曲 满脸猙獰之色 起初他还在诅咒 结果声音衰弱 直到迅速无声 场中瞬间倒下去 三位逍遥静的高手 太诡异了 都发生在轻壳间 这让他直接发毛 这时楚风也正好盯上他 直接一步就冲了过来 要对他下杀手 是他身上那件袈裟导致的 想不到 那是一件佛门秘宝 内运众生平等之场域 这时圣女黎黎来了 一道进前 道出究竟 在场的逍遥静高手 文言后都是一阵 而后醒悟露出金色 众生平等 这种场域属于佛族独有 很古怪 在他作用的范围内 可将两个不同境界的人 压制到同一层次 对于佛族大高手来说 不可能用这种夹杀场域 那会让自己倒霉 一般都是给弟子用 这时楚风迎上了陈锋 已经出手 果决而霸道 拳风呼啸间 一头黑色的蟒牛在浮现 那是一象 啪啪烈星空 空 空 楚风压制的陈锋没脾气 他这种重拳打出 让陈锋不断大口咳血 身体上满是裂痕 在同层次的战斗中 楚风的表现太吓人 彭来正统 不过如此 仅五招而已 楚风将陈锋的一条手臂打成一团血雾 接着双手猛力一扯 陈锋惨叫 被撕掉半边身子 同境界的话 他差得太远 后方 李清瞳孔收缩 赐语道 哪怕是在那些富有盛名的星球上 他也是圣子级人物 这片地带 地球本土进化者看得真切 全部震惊 而后觉得体内热血激荡 楚风竟然可以涂掉这么多逍遥境的高手 这时 有人想逃 但是楚风猛然一抖袈裟 鲜红的光芒笼罩这里 一张袈裟急速放大 如一面红色的汪洋 兜住所有人的退路 各位既然想杀我 那就痛快一战 楚风寒声道 如同一个大魔王般 俯视所有人 第453章 谁与匹迪当狩猎者欣喜 准备在杀陷坑中的猎物时 却突然发现那是一头史前凶兽 带着惨烈煞气一跃而起 那种心情可想而知 现在十几位逍遥境界的域外进化者 就是这种心情 刚才还在争强楚风的头颅 都想第一个批掉他的手机 怎能料到 转瞬间他化身为一尊大魔王 太突然 这种变故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让一群出手的人都猛了 到现在都还觉得难以置信 身边黑虎 霸地魔熊 红灵的身体四分五裂 血迹斑斑 证明刚才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胆寒 袈裟仙红 铺天盖地 当他抖动起来时 像是一片血海在起伏 将所有人都禁锢在上面 无法远去 啊 陈锋嚎叫 刚才出手的几人 只有他还没有死 被撕下半边身子 在红色袈裟上翻滚 血液腥红 却不染袈裟 他这样活着 比死去还要难受 一是身体上的疮痛难以忍受 二是精神上的折磨 令他险些崩溃 他所俯视并扬言 要挫骨扬灰的夹锁靖小子 不仅击毙他的兄弟陈福 还将他废掉 此时 楚风静若磐石 连有洞 站在袈裟上 眼神若冷电斑扫尸这些人 让一群狩猎者头皮发目 直接起来一层鸡皮疙瘩 杀气太重 他虽然没有动 但是 这种危险的姿态 与气息直接冲击的一群人心中激动 佛族逆致的场域袈裟 限制你我的实力 得闯出去 由不得他逞凶 有人开口 联合众人一起出手 现在局势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妙 被困在这片袈裟上 被一头如同魔王的土著盯着 人人自危 这有些荒谬 他们可都是逍遥境的进化者 可现在却这般的被动 对原本的猎物无比忌惮 轰 楚风出手 主动出击 一个人进攻这样一群人 在地球本土进化者看来 这简直是疯狂 枷锁境界横击逍遥境群敌 持杖刀的巨人咆哮 毛孔喷出土黄色的气流 周身能量暴涨 他举着磨盘那么大的拳头 砸向楚风 这片虚空颤抖 突破阴障对这种层次的声明来说太简单 再加上这么大的拳头 那可真是声势恐怖 空气暴鸣声传出 白色雾矮冲起 宛若鲜物 在这里炸开 飞向四方 这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物理现象 可是在古代时 普通人不理解 将这种白色气流式为鲜物 从而也就了仙人等各种传说 空 主风没有躲避 身体发光 如同流离神经驻成 直接横冲直撞 运转大雷音呼吸法 体内如同雷鸣 拳头化作淡金色 一身满力暴涨 尤其是 他现在站在袈裟上 运转这种呼吸法简直是绝配 无论是精神还是肉身的状态 都攀升到最巅峰 碰的一声 两个拳头撞在一起 大小完全不对等 但是最终却是巨人们哼 面孔扭曲 亮枪倒退 因为他的那颗拳头被打的手指折断 血流如柱 主风那一拳太霸道 大雷音呼吸法一出 加持己身 如同金身不坏 一起上杀了他 一个肤色白皙 目光阴质的年轻人族进化者喊道 虽然同为人族 但他来自域外某一颗星球上 对地球上的人没有一点认同感 招呼所有人围攻楚风 没错 现在不是姿势的时候 什么面子里子都扔一边去 赶紧联手杀了他 一位白衣女子响应 这也是一个人族 来自其他生命星球 他气质不凡 面容交好 亲力脱俗 也在号召众人一起杀了楚风 我最恨你们这种货色 主风寒声道 他如果在域外 进入一颗落后的星球寻击圆 遇到同族绝不至于如此 轰 主风全身都在喷勃金光 大雷音呼吸法激荡 不仅他的口鼻尖金色雾矮弥漫 就是全身都如此 毛孔舒张 跟天地仿佛凝结为一体 他首先盯上那个男子 静止闯过去 没有花哨的招式 直接举拳就砸 每一击都砸得虚空共鸣 空气大爆炸 这个双目音质的年轻男子 承受不了这种重拳 哪怕竭尽所能 不断以手掌阻挡 可还是被打得双手折断 血淋淋 砰砰砰 接着 他的双臂静鸾 瞬息肩臂膀被楚风的拳头打爆 整个人痛苦的低吼 原本白皙的面孔更加惨白 没有一点血色 接着 他被楚风一拳贯穿进胸膛 大雷音呼吸法爆发 楚风的那只拳头金光刺目 如一轮太阳绽放 砰的一声 这个男子不仅身体四分五裂 透出金光 就是头颅兜军裂 死在当场 他太不甘心了 原本是逍遥境的高手 可是在这里却无法发挥实力 被一个土著打的身体瓦解 还有你 楚风在承受围攻的同时 如同人形凶兽出闸 扩得转身 盯上那个白衣女子 认准他一人杀了过去 全光刺目 楚风在这里顶着莫大压力 跟群抵抗衡 追杀那女子 宛若一道人形的闪电在飞纵 快得吓人 接下来 他追上那女子后接连轰出六拳 如同闪电拳 交织在一起 赤声而灿烂 气息一场恐怖 碰的一声 女子解体 发出凄惨而忧怨的叫声 最后这一刻 他承受着痛苦与恐惧 被当众击杀 陈锋直接停止哀嚎 背下的面色发白 躲在袈裟的一角之地 大气都不敢出 在他看来 楚风就像是太古主掌沙法的模糊的崽子 卷动滔天煞气出事 要大杀四方 他后悔不迭 今日蓬来的损失太大了 真不该听陈胜窜躲 来这里兴风作浪 这纯粹是找死 杀 域外这群人没得选择 被困这里 早已看出楚风那股杀意 绝不想放过他们 现在唯有死战突围 楚风在出击时也遇到一些麻烦 比如一条长翅膀的黑蛇 喷吐出来的寒气居然蕴含太阴之力 虽然不是很浓郁 甚至可以说稀薄 但还是让他猝不及防下吃亏 一条手臂几乎被冻住 短暂的刹那血液凝固 结果其他人抓到机会 掌拳抓等落在他的身上 让他嘴角淌血 横飞出去 楚风盯上他 接下来重点照顾 将这头长着翅膀的黑色飞蛇鸡的鳞片脱落 差点断为两劫 就是你了 蕴含太阴之力 留着当时才 作的一声 楚风即出捆铃声 零有在追杀下去 直接以秘宝对付此蛇 景象诡异 一条淡金色的草绳飞出 如同大蛇追击 跟那条黑色的飞蛇纠缠在一起 最后将之捆得接接实实 飞蛇惊目 他挣脱不了 被生擒活捉 砰 一头银色的玄规撞击而来 打在楚风的背上 这真是必无可避 因为周围都是高手 在一起围攻 银规得手 撞得楚风一个亮呛 骨骼都在响 还好大雷音呼吸法运转时 让他宛若今生附体 原本就远超其他人的体质更加坚韧 很难撼动 楚风只是受轻伤 没有伤到根本 轻微可出一些血就在此月起 跟他们激战 近军逍遥近时 依照我以前的经历 多半会饿到发疯 提前准备一些食材 也算你一个 楚风盯上银色玄规 这头银规太坚硬 是目前唯一没有被楚风打伤的生灵 而且数次撞中他 反倒让他负伤 剑在被楚风重点盯上 银规顿时感觉到危险 楚风捏拳印 柔和胶膜拳与牛膜拳于一炉 同时运转大雷音呼吸法 拳头光芒射人 若岩浆在喷涌 能量沸腾 砰砰砰 他盯住银规某一处地方不断轰击 最终将那里的龟可打得出现裂痕 再这么下去的话非暴碎不可 刷 楚风动用五色大网 将这头银规束缚 笼罩在当中 生擒活捉 银色玄规感觉憋屈 域外的生灵跨界时非常危险 为了保护己身 身上带着的秘宝都差不多毁掉了 而今竟无兵器可用 接下来 楚风扫视众人 显然不会活捉了 即将要大开杀戒 既然不是合适的食材 统统去死 当楚风这种话说出口 一群人都脸色铁青 将它们当成了什么 哼 大战越发激烈 它们一起出手 攻伐楚风 扑 一头比大象还庞大的山鼠精 被楚风一拳打抱在半空中 那锋利的鼠牙全部飞散开去 一个水晶人手持一面水晶宝镜 居然能接引太阳之火 险些伤到楚风 令这里烈焰腾腾 蕴含部分太阳火精 当 钟声悠悠 楚风体外浮现一口大钟 阻挡太阳火光侵蚀 它的防御力暴涨 这是形意十二真形的体现 并融入牛魔拳 焦魔拳 同时运转大雷因呼吸法 楚风顿时变得越发可怕 咔嚓 最终这个水晶人也被楚风干掉 直接被他体外的大钟撞击的四分五裂 远处 陈胜负责看护郑玉印 同时也在观看这里的战况 早已脸色煞白 没有一点血色 那袈裟上 星红点点 不断有人浮湿 让他从头梁到脚 再看到陈锋被都撕裂 在那里苟言惨喘 他一刻也不想呆下去了 转身就逃 然而 夹沙这边 楚风一直在留意中围的情况 瞬间致出一杆暗红色长矛 音爆声震耳 扑 陈胜被暗红色绽毛直接钉在地上 身体炸开一大块 血溅草地 他惨叫 而后昏死过去 难以逃走 而夹沙上 战斗也越发的激烈 吼 十丈高的巨人一变 毛孔喷血 但是他的体表却成为黄金色泽 实力提升一大截 他化作一名黄金巨人 这么庞大的体型 这么猛力的拳印 全力以赴的轰杀向楚风 他在焚烧真血 显化祖先血脉 决一死战 果然 他实力暴涨后 跟体外悬阵能量大中的楚风 都能硬碰硬 激战起来 终身悠悠 能量喷涌 黄金巨人力大无穷 一身实力非常可怕 很可惜 他足血有限 不能持久 而且 在他还能持续激战时 黄金血没有耗尽前 他就已经露出败箱 数十上百次交击 激烈碰撞过程中 碰的一声 楚风将他庞大的 躯体打得横飞出去 满身是血 胸口出现恐怖的拳动 能量在那里炸开 摧毁他的淡金色心脏 黄金巨人彻底萎靡 眼中胸光都暗淡不少 碰 最终 他被楚风一脚踢在头颅上 死于非命 可以说 这里的交手迅速而凶猛 同时也很冷血与残忍 生死搏杀就是如此 谁敢留情 自身就可能会死掉 转瞬间 一番血战 浩大的袈裟上血迹斑斑 尸体横沉一片 没剩下几人 公公生震耳 一头飞黄震翅 人形躯体 蚂蚱头颅 围绕楚风发出见光 他速度很快 但是根本打不穿那口能量大中 空 楚风体内肾气涌动间 能量冲起 交织成光益 他冲天而上 一拳将这头飞黄打得四分五裂 飞黄太子不会放过你的 这支骂炸惊不甘的嚎叫 但却改变不了什么 惨死当场 接下来 楚风横扫群敌 剩下的几人全部被他击毙 横尸袈裟上 只剩下半边身子的陈锋 也被他一脚踏死 普陀山脚下 紫竹林间 所有人都傻眼 尤其是地球本土进化者 漠不震颤 感觉血脉奋章 这可真是一个无体的大魔王 楚风带给他们的冲击太强烈了 以加索禁击杀逍遥禁群敌 宛若狮子闯进羊群中 横扫所有人 圣子李钦还有他身边的人都神色凝重 他们在评估楚风的真正实力 同街一战 他催枯拉朽 惊灭所有人 这很可怕 在李钦看来 一般小星球出来的盗子等都不会有这种战力 楚风足以比肩辉煌星球上的圣子级人物 难道他掌握有超凡精盛的呼吸法 李钦怀疑 嗯 楚风露出异色 道出来吧 他感觉到袈裟背面还有一个人 正是那圣女黎玲 他在布置什么 但是楚风根本不在意 或许愿望能够初步达成 今天也许能捕猎到一个真正的圣女 楚风火眼金金 盯着袈裟另一面 第454章抓捕圣女袈裟另一侧 圣女黎玲将六块灰扑扑的石头摆放的很有规律 连接起来像是六芒星 居然直接吸附在雪红袈裟上 楚风眉头微醋 这个漂亮女人也懂场域 那六块灰扑扑的石头都具有强词性 磁场直高的离谱 他感觉不一般 仔细探索 楚风心头一跳 这不是一般的东西 这是玄瓷 可以熬练成场域研究者需要的器物等 比如破玉琪 玄瓷是绝佳的材料 比瓷金珍贵无数倍 楚风火眼金金 透过袈裟 两道光束冲了过去 凝视灰扑扑的六块玄瓷时 心中一领 这十块内有场域符纹 这一刻 他没去观察那些容易让他长睁眼的事物 而是凝神备战 砰 楚风立刻出击 抖动袈裟 使肢剧烈震荡起来 想甩开六块玄瓷时 他已经明白 六块玄瓷时是某种集成模块 内韵密密麻麻的符纹 比不上四根锁龙装 但是六块石头也能形成某种很厉害的场域 黎琳这是要禁锢他的袈裟 不声不响 就已惊吓狠手 在楚风动的同时 黎琳有感 手中出现遗物 黄澄澄略有古朴之意 直接向着袈裟抵来 那是属于佛族的兵器 楚 脚娘皮 楚风面色变了 早些还不当回事 现在却严肃无比 圣女黎琳想要禁锢袈裟 而后谋夺 以佛族的保储来对付袈裟 并有六块玄瓷时辅助 真要是被他得逞 楚风麻烦就大了 空 袈裟舞动 瞬间飘扬而起 如同一片鲜红的海洋在起伏 随后浪涛几天 黎琳很镇定 哪怕楚风当才如同一个大魔王 在这里击毙一群逍遥境界的进化者 他也无惧 因为 他知道对方所仰仗的只是这张袈裟 一旦将他瘫痪 所谓的枷锁横击逍遥境 那根本不可能成立 砰砰砰 他手中黄澄澄的保储发光 不断轰在袈裟上 与之共鸣 他想夺宝 当 大钟悠悠 楚风抖动袈裟 自身也冲了过去 头上有一口大钟 明刻形一十二针形中各种走兽图 还有焦与太古蟒牛 并散发雾矮 很是惊人 夹沙被六块玄瓷时粘柱 但是依旧在发挥部分场域能力 红光向着黎琳笼罩 众生平等这种场域很奇异 不过却没有奏全功 因为被六块玄瓷粘柱 影响很大 夹沙场域不稳 而且 黎琳还有佛族密器保储在手 有可能会严重威胁到楚风 简然 楚风逆势到危险 焦龙银声响起 楚风动用场域手段 令地下的两根黄铜柱冲起 正是锁龙庄 搜搜飞入袈裟间 直接去阵压六块玄瓷 两人虽然还没有直接碰撞 但是却各自都有可能会遇到危险 场域在激荡 谁都不敢疏忽大意 轰呜 雷铃般的声音响起 红色袈裟爆发光芒 声音震耳欲聋 可以看到 袈裟上的金色线条如同复活 在激荡 在抖动 交织在一起形成刺目的光幕 六块玄瓷时也发光 不再灰扑扑 极力想让袈裟安静下去 李李手持宝楚 不再针对袈裟 而是直接向楚风轰杀 因为他已经挣脱于红光之外 保住逍遥层次的能量 静豪锁龙庄来得及时 虽然只有两根 但是依旧阻挡住他 人们心头悸动 楚风大开杀戒 横扫群敌 当力转自身处境 结果圣女李林突然出手 让他又遇到麻烦 地球本土进化者中 年轻的形意拳宗师徐清 心情复杂 一会握拳 一会又松开 盯着楚风 他脸拳出神通 对形意拳的理解 含有比肩者 一看那口大中 就知道这是形意十二真行所化 徐清顿时明白 当初对他下黑手的人是楚风 将他打昏过去 抢走形意真解 还将他扔在垃圾桶中 真是岂有此理 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不是忌惮楚风实力 他现在已经冲上去了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敲他们棍的人 太可耻于可恨 你堂堂楚魔王也好意思背后下黑手 用兵器敲在我后脑勺上 这是徐清的心语 现在差点破口大骂出来 他一向宁静 行事谨慎 但现在躁动了 砰 这时 场中发生变化 六块玄瓷时都被楚风除掉 夹杀洪光大圣 彻底解放出来 圣女黎瓷面色微变 他利用宝楚摆脱红光 脱离这片战场 冲到远处 站在绿草地上 楚风追击 收起六块玄瓷时的同时 夹杀缩小 裹在他自己的身上 弥漫红光 这样的防御最可靠 同时 夹杀上有金色线条飞出 如丝如缕 跟那圣女黎瓷有联系 像是缠绕在他的身上 那不是食物 而是金色光束飞出 已经缭绕在黎瓷细的腰之上 近乎束缚 黎瓷催动宝楚 想要截断金色光束 不过失败了 那时神磁光 截之不断 但也伤不了他 纠缠在一起 使他难以摆脱 众人惊讶 这两人通过一张袈裟 被连在一起了 放手 黎瓷开口 他虽然看起来平静 但是眼底深处却也有神盲闪过 想立刻摆脱 他是某一颗星球走得出的圣女 这样跟人纠缠在一起 成什么样子 放什么手 今天或许能初步达成怨目 捉一个圣女在身边当侍女用 楚风向前杀去 想利用夹杀之场域 实现众生平等 跟他一战 而后拿下 所有人听闻后都瞠目结舌 没有听错吧 楚大魔王要抢圣女当侍女 砰 离林初期 美丽的躯体散发出圣洁与柔和的光辉 施展秘法 挥动宝楚 轰杀向楚风那里 不过 两人临近时 众生平等这种场域再次开启 他杀不了楚风 砰砰砰 数次碰撞 两人分开 被金色光束连接着 今天到此为止如何 离林开口 不想跟他纠缠下去了 对于一个圣女来说 这等于退了一大步 你对我出击在先 现在看事不可为想一走了之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楚风不肯放过 你这张袈裟上 虽然蕴含众生平等这种场域 但有一定的时效性 你确信要继续下去 当场域冷却使你明白后果 离林当众揭破 远处 圣子李青旁边的几人 顿时露出异色 一旦如此 绝对是难得的机会 他们相信楚风不可能再有其他后手 不过 李青依旧很平静 始终都没有出手的意思 在场域冷却前 拿下你足够了 楚风说道 如果是普渡众生这种超级大型场域 我认栽 若是杖六金身这种摧枯拉朽型的进攻性场域 我也认输 你凭借一个有缺陷的众生平等场域也想挤拿我 有点自负过头 李青依旧平静 雪白晶莹的肤色 美丽面旁上露出一丝冷意 对面那个土著扬言要生擒她当侍女 对于一个圣女来说这是惊慢 更是挑戏 没什么可说的 看一看是我在场域冷却前勤助你 还是你能笑到最后 楚风出击 依照两人间金色光束的联系 纠缠上去进攻 砰砰砰 李林感觉这一站非常不舒服 实力被拉低 还真险些遭遇危机 迫不得以她数次腾空 进行躲避 这时 地面上被暗红色长毛钉在那里的陈胜苏醒 满身是血 异常虚弱 正好看到楚风追击圣女李林 顿时睁大眸子 扑 楚风张口喷吐出一道扬在肺部的更金剑气 将她头颅斩落 并动用精神力将那赶颤毛收回 而后 她暂时舍弃李林 围绕着场中那片乌光开始不断出手 寄出成片的瓷石 那乌光中有一方阵玉印 让楚风心头火热 感觉是此次普陀山之行最大的收获 得到她的话 她有机会登上奉禅之地的祭坛 或许有天大的造化 她自身没敢直接闯进乌光中 因为她现在正动用众生平等这样的场域呢 怕进去后被镇压 只能在外部先让她冷却 李林趁此机会就要顿走 结果发现金光树体 跟楚风拉不开距离 诗 最终 乌光暗淡 这玉印冷却 化成一方黑色石印 寂静无波了 作的一声 楚风直接收进空间瓶子中 这东西太重要了 她心情激动无比 比采摘到一筐的异果还兴奋 要知道 一旦登上泰山祭坛 那里可是有盘桃 草孩丹等 价值不可想象 凭她现在的场域造译 再加上这玉印 很有可能成功 最后她又收起另外两根锁笼装 楚兄到此为止吧 圣子李青突然开口 李青圣子 今天对于你释放的善意 我心领了 楚风道也不是乱说 今天李青始终都没有出手 获得他的好感 并且 他窜夺道 要不咱们进一步合作 联手拿下这的圣女 李青顿时无语 这位也太不见外了 你如果为难 那就算了 我自己出手 楚风说道 而后开始全力以赴 追击李青 正女李青十分被动 腰之上束缚着一条金光 始终不能和楚风拉开距离 一旦被她接近 只能被动在众生平等之下迎战 刷 最终 她若选女飞天而去 想要顿走 结果 楚风被连带着一起飞天 也等于追击下去 李青犹豫 想前往内陆明山 警星路上的人联手一起镇压楚风 但是她没赶去 怕楚风一旦进入明山中 会爆发出恐怖的杀伤力 因为 那些地方场域诸多 万一被她激活 那里就是她的主场 普陀山脚下 一片嘈杂声 人们痴心无比 楚风连杀强敌 现在又去追击圣女 这是大事件 肯定要引发巨大轰动 最终 圣女李林闯入海洋 她拨而行 一路急迟 她在坚持 想要耗死楚风 只要时间一到 众生平等场域无效 她就死定了 然而 在此期间很惊险 她跟楚风间有金色光束相连 摆脱不了 且楚风稍微一用力就接近她 逼着她迎战 做我的侍女不会委屈你 平日也就是让你垂垂腿 柔柔间 端茶倒水 伺候舒喜 楚风在后面喊道 乘女李林闻言 迎白额头浮现黑线 这还不委屈 一般的侍女都没这么惨 对了 你茶意怎样 琴奇书话造诣如何 不说好的侍女要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顺便问下 你学过女工吗 嗯 顺带问下 会铺床吗 这种话语一出 圣女李林险些发飙 真想调过头来跟那土著决战 将她灭掉 我很怀疑 你虽然脸蛋不错 身条很正 但是实力太差劲 真是圣女吗 才逍遥境界 没有比我杀的那些人强多少 楚风在后面质疑 那意思是 对这个圣女侍女的实力不满意 李林美眸射出神盲 狠狠地回头瞪她 但最终又再次贴着海面远去 不肯停留 她有些恼怒 堂堂观想境界的大高手 为了提前跨界过来 直接鼓起勇气废掉部分道横 跌落到逍遥境 结果现在居然被一个枷锁境的小贼调戏 武警告你 再不停下 抓住后直接去暖床 楚风在后面喊道 李林速度更快了 最终没入水中 竟已经来到南海 她竟只闯向南海龙宫 珊瑚发光 一蹴又一蹴 在下方那座巨大的海底城池中如同灯火 那里色彩斑斓 煞是美丽 哄 最终 他们在这里激战 离林边战边退 你想让南海龙族跟我动手 楚风皱眉 他们闯进南海龙宫 一路杀了过去 让这里大乱 大南海老龙王德西情况 从某一条海沟中赶回时 气得暴跳如雷 道 楚风欺人太甚 赶闯我龙宫 我早晚活劈了你 她还不知道楚风在普陀山的战绩 砰 当杀出南海龙宫后 圣女离林终于遭遇危机 被楚风接近时 出其不意被她用金刚镯打掉宝楚 她应该庆幸的是金刚镯内的太阳火金用掉了 走 楚风夺走宝楚 哪里走 我的侍女 楚风大叫 快速追击 离林面色冷冽 她觉得众生平等这种场域想要冷却下去 所需要的时间未免太长了 她获得转身 直接全力以赴的迎战 她是某一星球上的圣女 天赋极高 刚才总是避战 想要耗死对方 反倒落了下诚 真正同层次对决 难道她还不如这个人 事实上 她很快就被打击 在跟楚风的交手后 哪怕身为圣女及人物 她也略微吃亏 哈哈 人生愿望之一要达成 楚风大笑 第455章爱恨纠缠碧海上 离林很受打击 她是某一颗星球上古老道筒的圣女 门中年轻一代实力第一 结果来到这个没落的星球 被一个土著压制 实在郁闷到想吐血 这才交手不足上150招 她就被楚风一巴掌打在左肩上 痛彻骨髓 扑通一人摔进海里 见起晶莹浪花数百朵 楚风惊异 在众生平等场域中 她运转大雷音呼吸法 身体宛弱佛足的金身 坚韧而强大 同时她的那只手掌柔和交魔拳的螺旋撕裂镜 万一个人挨上这样一掌的话 估计半边身子都要断裂下来 在激战中 没有谁会愚蠢的怜香惜玉 动辄就是斩首之杀士 砰 数十米狼涛冲起 离林浑身湿漉漉 一群贴在身上 勾勒出曲线起伏的身体轮廓 身为圣女及人物 不说实力 单论容貌那绝对含有人可及 换作其他时候楚风肯定要调侃 但现在生死搏杀 哪里顾得上 她背后的一对能量光一扇动 若雷电炸开 声音震耳 直接俯冲过去 展开绝杀 离林雪白身体上沾着水珠 如同出水芙蓉 晶莹面旁焦嫩 发肆甩动尖水珠飞出 如同数百颗珍珠洒落 砰 她的右手轻震 配合呼吸法 一截桃枝浮现 花蕾绽放 能量激荡 向着楚风席卷 简然 所谓的桃花枝是一种能量体 粉红色花瓣飘舞 晶莹通透 但也射人 散发雄魂的力量 在痴痴声中 在楚风的拳头上留下斑斑血痕 割裂她的手臂 楚风一脸郑重之色 道 你命犯桃花节 离林刹那的惊恶 看她一脸严肃的样子 还真以为发生了什么 但她很快醒悟 面上露出冷意 这个土著分明不懂各种能量体的运用 故意胡说八道 分散她注意力 彼岸花 虚空金莲 桃花节等 都是能量模型 能释放出更为强大的攻击力 接下来 一株青莲在林林身后浮现 此外还有心斗点点 她的实力被拉低 但是一些高层次的手段 还是能运用的 急于楚风造成困扰 青莲在她背后摇动 心斗点点 有一些心体居然坠落下来 砸向楚风 楚风吓了一大跳 这是能量星辰 碰的一声 她躲避开去时 海面直接下沉 像是凭空消失 而后碰的一声汪洋炸开 浪涛又瞬间席卷向苍穹 当 楚风施展形意十二针形中的金钟罩 体外一口大钟浮现 并凝聚焦与太古蟒牛 她口鼻尖金色雾埃涌动 呼吸法提升到极劲 直接横冲直撞 跟那状态明显非凡的 离临厮杀在一起 当当当 一颗又一颗星辰坠落 砸向大钟 让这里能量大爆炸 楚风心中悸动 她觉得应该早点进入逍遥境 解析各种能量体模式 攻了出自己的道路 不然的话 这样的对决很吃亏 种生平等这种场域十分诡异 虽然能将对方的实力拉低 但离临各种手段还在 很可怕 可以预料 如果没有佛族的袈裟在身上 这样漫天星斗一颗又一颗的坠落 绝对能将夹锁 甚至逍遥境的进化者轰成渣 离临不愧为圣女级人物 手段过人 她所展现出的部分能力 就已经让楚风悚然 如果全胜时期 各种密集进出 绝对超凡 翁 将士虚空炸开 白雾激荡 楚风将金刚卓打出 想要震杀此女 站到这个层次上 容不得她放水 离临不是一般的人物 敢自斩倒横 提前跨界过来 意志可怕 图谋甚大 这时 她也在施展蜡手 一条亮银色的金属链条飞出 想袭杀楚风 将她锁住 两人竟在同一时间偷袭对方 生出同样的念头 很不凑巧 两件兵器撞在一起 爆发出绚烂光芒 当 离临心惊 她的那条银色金属绳索被撞击的暗淡 若非她柔软可变形 换作其他秘宝 直接已崩碎 我们两个动作如一 这是传说中的心有灵心吗 楚风银鱼 并在第一时间动用精神武功收走金刚卓 离临额眉微挑 银色绳索暂时不能动用了 需要酝氧一段时间 差点就被金刚卓毁掉 还好她是柔韧的 下一刻 圣女离临老了 因为楚风收起金刚卓后 直接取出黄澄澄的保储 向她砸来 这本是她的秘宝 握到对方手中 砰砰砰 这片地带宛若下了一场流星雨 离临头顶上方的那些能量心斗 不断砸落下来 江汪洋都激得沸腾 海水都快蒸干了 楚风非常被动 到了最后 能量霸中当当响个不停 险些要炸开 她手持金刚卓 随时准备打出去 但是淋淋身体急速移动 一直在防备着她 对那血量的手环无比忌惮 同时 她不断催动能量心斗落下 这种消耗太大 终究不能持久 她银牙按摇 如果换成其他人 哪怕生死及强者估计 都早已被她击垮 可是 由于众生平等这种变态 场域在 直接将她的实力拉低 砰 楚风找到机会 将不稳固的能量大中催动 直接打了出去 撞向淋淋 淋淋惊叫 她感觉到可怕的能量在弥漫 迅速将头顶上方仅有的几颗心斗摇落下来 轰击向前 轰猛 这个地方发生大爆炸 两个人都在能量光芒中横飞出去 各自都在吐血 全都受伤 一定要在短期内进入逍遥境 楚风心中无比渴望 如果进化到更高层次 掌握那些手段 了解诸多能量体的构建方式 她应该不会这么狼狈 淋淋备受打击 用尽手段 结果还是没有干掉那个土著 估计她负的伤可能更重一些 诗 这一刻 她如同一条金蛇在海面游动 冲到楚风的附近 身体柔韧无比 跟她近身搏杀 哎呦 楚风大叫 这女人的身体柔韧性太好了 以不可能思议的角度弯曲 给她来了一记颠腿 抽得她呲牙咧嘴 左肾巨痛 淋淋是某一股老道统的最强弟子 身为圣女 自然掌握有很多秘技 这金蛇弓就是其中的一种近身搏杀体数 她认为楚风的金刚卓 以及她那被夺去的保储威胁太大 故此找到机会 冲到近前 要在小范围内搏杀掉楚风 叮当彭框 在此过程中 火星四箭 他们也在催动匿器 比如飞箭 激烈撞击 同时 两个人已经颤抖在一起 黎玲的手臂与腰肢等 柔韧性可怕 不断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攻击楚风 最后更是如同捆铃绳般 要将她困腹 矜持点 你居然对我用强 楚风怪叫 黎玲闻听 双目光芒变冷 杀气腾腾 的确 在她动用金蛇弓后 免不了肢体纠缠 这是一种柔术 有时借助双臂与双腿锁住对手 一般情况下来说 她绝不会动用此弓 但现在情况危急与特殊 为了废掉这个土著也是彻底拼了 喂你的大长腿要夹断我的老腰了 楚风怪叫 说的无比暧昧 当然 情形也差不多 黎玲如同一条游动的美女金蛇 腰脂纤细柔软 长腿有力 从后面用双腿锁住楚风的腰 而一双手臂则勒住她的脖子 想要扭断 双方彼此能感触到彼此机体的温热 完全接触 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多么的疑你 会误认为情侣亲热 真实情况却是 楚风舌头都要吐出来了 脖子差点被那一双OB扭断 同时 她眉心惧痛 遭受精神攻击 黎玲要斩灭她的精神 去死吧 真以为我拒你 楚风大喝 轰了一声 大雷因呼吸法发动时 周身毛孔喷勃金光 她如同不灭金身般 通体金黄四目 黎玲冷笑 对方的呼吸法的确可怕 让她震惊 但她毕竟曾经是观想境界的大高手 眼界与手段等更加高超 她却信对方这样做无效 肉身坚硬如胀六金身又如何 她现在是金蛇柔术 专破隐功 当然 如果对方跟她是同层次的进化者 那就令当别论 真到了那时 那种绝世呼吸法会演绎出更厉害的妙处 空 然而 就在她自信满满时 楚风通体金光内脸 呼吸法转变 动用黄牛交给她的那种神秘之法 她的身体顿时被白雾笼罩 迅速柔韧 且动用胶膜体术 这是包含在胶膜拳中的手段 下一刻 楚风宛若一条胶龙 正拖出来 反过来脚杀黎玲 手臂 腿脚等病用 纠缠这位实力惊人的圣女 浪涛翻天 两人坠入碧海中 激烈搏杀 最后彻底纠缠在一起 楚风呼啸 竭尽所能 压制这个女人 在别人看来这很暧昧 甚至可以说是相厌 但她可没心思体会 一个疏忽就可能会被绞杀 她却信这女人来头很大 非常不简单 两人肢体纠缠 宛若化作一人 一双雪白 OBIS死楼主楚风的脖子 都快了进血肉中 恨不得立刻脚断 楚风口鼻喷吐渐气 同时火眼金睛 不断飞出能量光芒 要斩杀此女 不过 黎玲不仅肉身武功可怕 也懂得精神武功中的高深密技 不仅体表浮现能量光幕阻挡 连精神力已冲出 明洁成盾牌 同时 她也在动用密技 要击毙楚风 碧海中 浪涛鸡天 能量沸腾 沿着她们的毛孔喷勃 远看一条美女金蛇 跟一条蛟龙纠缠在一起 那是能量喷发后的异象 这么大动静 自然惊动这片海域很多生灵 一头正断六道枷锁的鲨鱼狐疑 道 南海龙族又要开始繁育后代了 另外一头小岛那么巨大的戴帽浮现 也嗡声嗡气开口 道 蛟龙一族繁育后代 跟他们的战斗力一般 惊天动地 这片地带出现不少生灵 远距离窥视 虽然看不真切 但是却达成一致共识 蛟龙在繁衍后代 黎琳的神爵和其敏锐 自然全部听到了 当时旧气的脸色通红 感觉恼恨 你们说对了 本王的孩子要出事了 楚风罢吼 喘着粗气 因为脖子都要被勒断了 面部通红 浑身能量沸腾 而后 她一头撞向黎琳的额头 激情似火的同时 怎么也有点像战斗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爱恨纠缠 陶八 蛟龙在繁衍后代 这样窥视 一会儿多半会被清算 一群海洋生物逃之夭夭 眨眼皆消失个干净 这时 楚风明显占据上风 因为她施展了蛟龙的手段 头上发光 有能量龙脚浮现 攻击力霸道无匹 鸡蛇公鸣动星空 但是却比不上蛟魔体数 砰砰砰 她猛力撞击 肉身能量沸腾 头上一对蛟龙脚很恐怖 击破离灵的护体光幕 刺透精神盾牌 撞得她翻白眼 感觉头部剧痛 要撕裂般 痛彻骨髓 最终 她被楚风撞得生生昏死过去 直接瘫软下来 晶莹的偶逼与雪白的长腿松开 从楚风的身上滑落 妈的 累死我了 楚风大口喘粗气 拎着这条美女蛇滑开闭海 朝着远方游去 恭喜龙王爷凡玉后人成功 远处 一头海兽拍马屁 盛女黎琳浸泡在海水中 高挑身段上衣裙破烂 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就是特殊的战衣也在激斗中被扯裂很多处 楚风没理会那头海兽 单必夹着黎琳迅速远去 第456章史上最惨盛女夕阳中 海浪阵阵 席上小岛 见起片片晶莹的浪花 岛屿很小 唯有植被 都是石块 坑挖不平 这里缺少生机 黎琳醒了 感觉头疼欲裂 最后关头一战 是她实在被伤得不轻 那个土著猛力撞击她的头颅 那对能量龙角对她伤得很重 直到现在她的耳畔还有嗡嗡声 近乎耳鸣 且眼貌金星 她轻轻摇头 略微恢复知觉 立刻感觉对不对头 身体浮在地上 地面都是石块 各得身体生疼 嗯 一刹那 黎琳清醒不少 虽然还在耳鸣 且眼睛有些发花 可是灵觉等在快速恢复中 她的身体被锁住了 尤其是双手与双腿 甚至脖子等 缠绕着一条银色的金属链条 那是属于她的秘宝 一根银色零锁 但现在却用来困覆她 接着 黎琳感觉腰部温热 刹那彻底恢复知觉 她顿时寒毛倒数 身体生出一层鸡皮疙瘩 差点直接尖叫与发飙 但她很好的克制柱 并且艰难回头去看 果然预感没有错误 如她所感触的那般 那个土柱正坐在她的后腰上 将她当成板凳还是软垫 在这满是碎石块的小岛屿上 到处坑坑洼洼 的确没有好的歇息之地 但是 怎能如此 堂堂圣女 某一颗星球上最强道统年轻一代第一人 她离林伦为一个软垫 一个板凳 被人坐在屁股底下 最为可恨的是 那个土柱正在沉思 像是在考虑什么事情 很投入与出神 她忍不住 想发动攻击 缠绕在她身上银色绳索 顿时发光 直接束缚她 令她无法震动 尤其是在动用精神力时 眉心剧痛 几乎要裂开 砰 这时 那个土柱头也不回 依旧在撕存着什么 但是手中却拎着一个保储 对着她的后脑就来了一下 动作娴熟而自然 离林翻白眼 再次昏厥过去 凌晕过去前 她真是羞愤到极点 恨疾这个土柱 她经历了什么 一代圣女儿 居然这么凄惨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是月光漫天 海面波光凌凌 浪花不时敲打在满是碎石的小岛与边缘 她发现自己还是浮在地上 不过离原先的位置有极明远 换地方了 只是 依旧让她羞怒 她还是在被当作板凳用 而且这次比上次还不堪 显然那个土柱坐久后也换了个位置 将她放在一块较为凸起的石头上 各得她肚子生疼 倒是方便那土柱当马扎用了 楚风拖着下巴坐在那里 正在研究什么 这种表情 再加上这么轻慢她 让离林肺部传来爆炸声 真是不可忍受啊 再敢攻击我 继续吃苦头 楚风头也不回的说道 在她手中有一张海图 她正在研究 在她身前有一艘持续长的五色船 同时地上还有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 离林看到后 眼神有杀气 除却那艘船外 其他原本都属于她 可现在易主了 同时 她感觉发毛 那些东西 比如护体蜜巾项链等 都是与她身体亲密接触的 也被摘走 你给我起来 离林克制住胸腔中的怒火 没有发作 让声音尽量平淡与平缓 别打扰我 楚风回应 结果拎着她那黄澄澄的保楚 碰得一声又被她来了一下 神灰绽放 离林翻白眼 再次昏厥 她眼前发黑时最后的念头就是 想诅咒 以她的强大意志以及忍耐精神 现在都受不了 很想骂人 这个土著 这个男人 太混账了 将她当成软电作者 还这么粗暴 都不被她说话的机会 动辄就拿她的保楚砸她后脑勺 清晨 红彤彤的太阳月出海面 神圣招霞洒落碧海上 十分的灿烂 离林再次睁开眼睛 她感觉后脑腾得无以复加 接连被她自己所携带过来的醉兵器 保楚砸中两次 那自卫真难受 招霞落在她身上暖洋洋 可她的心中却是戚风苦雨 她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倒霉 这么悲惨 真想自觉算了 但是 怎么甘心呢 她想复仇 那混账又将她换了一个位置 但依旧在拿她当邓子用 还是一屁股坐在她身上 她觉得自己估计是史上最惨圣女 他们这个道统的普通弟子行走在外界时都备受人瞩目 更谎论是第一嫡系弟子 未来是要继承一个强大圣地的人 在一颗星球上最强 难得的 离林这次没有说话 她不想再被那混账粗野地再次砸昏过去 这时 她只是静静偏头看着 同时很小心 动作不敢太大 离林彻底认出 那个在朝霞中发光的五色船体 应该是彭来仙岛的宝船 昨日陈胜 陈朴等人曾经嫁与她 停靠在普陀山外的海边 她猜测 这个没有节操 混账之急的楚魔王昨天勤住她后 马不停蹄 又跑到普陀山 将五色大船偷走 事实上 正是如此 楚风追击林林匆匆而去 忘记那艘大船 等她忙完后才想起 悄然赶回去 发现没人动那艘船 似乎都不想跟彭来解怨 然后 她果断道走 如今 这艘船缩小到一尺长 依旧流动五色光芒 昨天晚上 楚风有大半时间都在研究这艘船 她居然能实现空间跳跃 实在太先进 不过 看着她霞光闪闪 这却是一个老古董 应该是从某处遗迹中挖掘出没有多久 内部又不少地方算发腐朽气息 想要用的久些 必须得来次大修 楚风没这打算这么做 她不是练气大师 没那些手段 除非下次进太上八卦炉时 顺便熬练下 看一看能否修补 请了 楚风偏头看着她 道别喊别叫 配合一点 保证不让你再昏厥过去 李林怎么听都觉得这话别扭 恨得牙根都痒痒 这时 楚风才起身 迎着太阳伸懒腰 一副很舒态的样子 而李林则满脸黑线 她很想诅咒 她的腰都要被作断了 很麻木 略微痛疼 晒晒太阳吧 楚风将她拉了起来 让她坐在那里 对着朝霞 一副很好心的样子 但是 李林想捶她 想杀人 因为 她现在一身到横北风 背影所困腹 肉身无力 屁股正坐在很不规则的石头上 个得难受 这岛屿就是如此 没有规则的大石块 不然的话 楚风也不会拿她当软垫 当板凳用 对于这个美丽而强大的俘虏 她可没心思去怜香惜玉 只是在有效与合理的利用 李林看到 楚风的手上有一枚黑色的手环 那是空间时做成的 原本属于她 但现在她只能干瞪眼 她所有东西都一主了 地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长裙 内衣等 让她想发飙 显然这些私密性的东西 都是楚风翻出来的 不想要给丢弃在她面前 这些都还给你 楚风微笑道 同时她在怀疑 问道 你这手环的内部空间不怎么大 而且身为圣女 却没有几件秘宝 你真是某一道筒的最强传人吗 李林听到这些 心都在滴血 太扎心了 被俘虏后 真是饱受刺激 她不想理这个人 也不想解释 有几人能带过来很多秘宝 全都在跨界时毁掉了 这时 李林低头 注意到自身的情况 终究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她有些羞愤 因为衣不蔽体 破破烂烂 很多地方都露出洁白机体 你 对我做了什么 任何女人这个时候第一反应都会是慌乱 什么都做了 楚风半定地达到 你你你 李林花容失色 但是 她毕竟是非常人 瞬间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感受 觉得没有异常 同时 她想到这个王八蛋昨天将她当邓子用 在那里研究五色大船 还有她身上的那些东西 以及磁石等 哭作一晚上 无比投入 没时间对她乱来 此时 她想起身 不想着这么坐着 但是根本不可能 被她自己的银色金属链所困 动弹不得 不对 我身体中有东西 是什么 她忽然变色 面色发白 我琢磨大半夜 以场遇研究者的手段 在你体内插入几根 刻写有诸多符文的磁金针 嗯 你以后最好不要动用逍遥镜的能量 不然的话 它们会炸开 你也可能会碰得一声血肉模糊 楚风告知 这对黎琳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她被限制了修为 楚风警告 那些场遇词真只有我能取出来 你自己可别乱动 不然的话 我可不能保证你是否会断腿断手 黎琳花容失色 她以强大意志自斩倒横 提前跨界过来 就是为了遭罪 放心 我的进化速度很快 所谓水涨船高 你很快会恢复的 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圣女追随者 楚风笑咪咪 你还对我做了什么 黎琳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快速冷静与镇定下来 帮你拍了一组写真 性感而妖娆 美丽到让人惊叹 值得珍藏 你 黎琳爆发 别的没什么 但得惜这时候 惊怒而害怕 诅咒连连 楚风无语 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哪有时间去鼓道那些 昨天晚上研究这预印等 很耗心神 这女人反应也太大了 她总算明白 圣女有时候跟普通的女人 没什么区别 现在黎琳情绪激动的一塌糊涂 要跟她拼命 放心 你好好给我当侍女 红袖天香什么的 以后那些照片保证都删除 一张不留 你还是圣女 楚风随口说道 她忽然有些明白 所谓圣女必然要无暇 一旦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传出去 估计她回到圣地中 也没法做她的圣女了 所以她才这么情绪激动 你别想着对付我 写真集我都加密收藏了 一旦我出什么意外 那些东西相隔一定的时间 会自动满世界发送 楚风忽悠 她真没做这些不良的事 但是却说得煞有其事 最为关键的是 黎琳什么都不在乎 但对这些太在意 哪怕很怀疑 也郑重对待 再警告楚风 这要有意外 哪怕死她也要于死网破 至于吗 你没看我们这颗星球吗 哪个明星部拍点写真 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 按理说你可是你们那颗星球最大的明星 这么保守的活着 也太苦了 唉 真落后 你们那颗星球太原始 蛮荒之地 楚风摇头 一副很有优越感的样子 黎琳咬牙道 我们那里与星际网络相连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他们那里算是一个高等星球 进化文明高度繁盛与发达 科技虽然只是辅助 但她也觉得远胜这里 现在被没落之地的土著比 以她出生的地方为蛮荒星球 她接受不了 好 来自高等星球上的强大圣女 我的侍女 我们上路吧 楚风招呼她 解除那条银色金属锁 我警告你 别想着对付我 不然的话 你体内的磁针都会炸开 到时候非常凄惨 楚风又一次警告 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侍女在身边 她决定充分利用她的力量去做一些大事 不然的话 太浪费了 黎琳面色正清正白 她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土著 但是却不敢妄动 的确感觉到体内有东西 担心爆开 下一刻 楚风指挥黎琳驾驭五色大船 进行了一次空间跳跃 出现在东海 她则很悠哉地躺在摇椅上 不去耗费能量 让黎琳去催动大船等 不仅将她当是女用 还当苦力用 按照五色大船上的海图来看 彭莱应该就在这片海域 给我仔细找 大半天后 他们真的找到 一座岛屿非常大 被白雾笼罩 很朦胧 一般的人无法接近 今天算是先任门 找到正确的地点 下次你来祸害这里 楚风说到 黎琳原本脸色木然 不怎么想理她 可是现在还是忍不住翻白眼 然后 楚风果断偷袭 用保储将她砸得昏厥过去 再次给禁锢起来 黎琳玲昏迷前 一场惊怒 她真是史上最凄惨的圣女啊 同时她意识到 这混蛋肯定有什么秘密 不想让她知道 接下来 楚风马不停蹄 取出身上那块 从不灭山带出来的石块 认真感应 而后迅速赶了过去 她登上一座岛屿 正是黄牛 欧阳峰 蛤蟆他们消失的地方 她又来了 很想念他们 来看一看 他们能出来 楚风震惊 因为发现自己 她上次来过一次 给他们留言了 现在发现 居然有回应 有刻字留下 与此同时 外界炸锅了 简直是天翻地覆 楚风在普陀山一战 横扫群敌 斩杀一片人马 并且最后关头 更是去追击圣女黎琳 且去南海一些王族的反馈 圣女黎琳应该真的落网 被她生情火捉 这简直是爆炸性消息 震动世界各地 更是让所有 冥山后的心路一片大乱 楚风已经危及到 圣女级进化者 事实上 情况远比人们知道的 还要严重 震动的可不止地球 也惊动域外 昨天发生大事件后 有人专门将消息透露给域外 惊动圣人 因为 普陀山一战 楚风横扫的人中 有某位圣子的亲弟弟 是某一位圣人的嫡系后代 他们这一脉人数太少 都快断绝血统传承了 那位护短的圣人 听到后第一时间杀来 此外 黎琳被俘 她可是某一颗高等 星球上最强道统的圣女 此事也惊动星空上的相关强者 域外 有不少强者在关注地球 不时听取汇报 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英九却满头冷汗 她知道 自己下法指杀楚风 以圣人同章诱惑 终是惹出大麻烦 她请出自己的结拜兄弟百花圣人羽文成空 也到地球外了 楚风的蝴蝶翅膀轻震 结果导致各事情堆砌在一起 直到发酵 引出圣人要出手 第457张图圣者岛屿上 缺少生机 就是有树木也是腐朽的 越是看到生灵会动 也是腐烂的 皆双目无神 很久都不会转动一下 楚风激动 黄牛 大黑牛 老驴他们给她留言 告知目前都还活着 早晚会回归 几座大山云争雾绕 这就是不灭山 寂静无声 有些圣人 楚风在山门外露出笑容 心中压着的一块大石落地 总担心他们的安危 怕几人死在当中 现在略微放心 不过 她也从留言中看出不灭山内很危险 目前就黄牛 欧阳峰深入 其他几人都在外围 不敢踏足生命绝地 对于所有人来说 不灭山深处 那时生之禁区 一般的生灵路内全都会变成活死人 楚风观看周围 这山门外就有很多的活死人 附近 岩石伴着腐烂的古树 人形的生物不少 都皮包骨头 为之神情骷髅的眼窝闪动鬼火 也有拳头大的蚂蚁 十米长的蚂蚱等 各种生物应有尽有 可惜虽然未灭 但神魂干枯 这些都是活死人 曾经深入不灭山 前去闯关 想崛起成为妖圣 可是无穷岁月以来有几个成功 数十上百万天才都化作腐烂的怪物 去知能够选中进入不灭山的 多为天纵之才 结果却成片的腐烂 永远被禁锢在这里 成为死亡大军中的一员 等待召唤 有朝一日 可能会杀出 在地球上试炼 楚风看到黄牛的流言 在期待重逢的同时 也在吃惊 按照黄牛所说 他想出来很难 只能走到山门这块区域 可是按照他在生命绝地中看到的线索 揣摩出 整颗地球到时候都可能会成为他的失恋场 此星球被不灭山选中 用以魔力他们几人 到时候 他就能出来了 跟楚风相见 毋庸多想 当黄牛与欧阳风在线时 肯定战力惊人 因为 这里是培养妖圣的地方 不要中庸者 也不需要还算不错的天才 只要最强者 从死亡中魔力而出 不然的话 就会化为活死人 勇士拘禁在这里 黄牛 你们一定要活着 楚风说道 然后 他稍作停留 在这里再次刻写字迹留言 在楚风离开前 他在岛屿上选了几处地方 开始藏物 比如石河中的三颗种子 还有从秦岭残破能量塔中得到的 那个始终无法开启的银河 这些被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 如今暂时用不上 他不想放在身上 怕暴露 或者发生意外被夺 尤其是 天外的杨轩 湖青城 秦岚等掌握有天眼通道果结晶体 居然能探查他的一举一动 他怕泄密 只有不灭山这种妖族无上圣地 以及场域格外恐怖的秘土等 才能隔绝天眼 不被他们所窥视 楚风清醒的知道 他自己看着耀眼 战绩辉煌 花团锦族 但他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真要出现几个高境界的神子 圣女 或者有老怪物从蓬莱成功脱困出来 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生死绝境 所以 他得有所准备 万一他自己不幸死掉 必须确保几件逆天之物落在黄牛他们手里才行 最近他一路高歌 看着乐观 其实楚风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最后 他向岛外走去 楚风还不知遇外有圣人在逼近 但他就是觉得不安 这是一种本能知觉 不过 目前地球上有小部分人已经得息 有圣人在临近 驾驭那尘封漫长岁月的古老战车 碾压过星空 进入太阳系 如今地球上降临者很多 自然有预外的耳目 定期向星空中传递消息 正是他们禀告某位圣人的 一辆灰扑扑的石车 在太阳系边缘出现 连咕噜噜转动的轮子都是实质的 整体弥漫混沌器 一路而来 星空在颤立 它不是很大 跟无垠的宇宙比较起来 渺小如尘埃 就是在太阳系内也微不足道 可是 现在透出的气息居然让这片地带轻微抖动 让星体仿佛要炸裂开来 有种镇压星海的命力 一头老马也是灰扑扑的 一身杂毛 毫无光量可言 但却是由他拉着这辆古老到 不知道多少个时代不曾出世的战车 实战车上有军烈的痕迹 那是腐劈刀砍剑射所致 都是新年的圣人对手留下的 他们不已死亡 甚至 残破石头战车上 还有斑斑雪痕 有的维暗红色 有的带着弹金光泽 还有的银白 哪怕血液早已干涸 依旧在发光 有圣人威压透出 滴血依旧在 从这辆实质战车就足以说明 来人和其强大 斩杀过圣人 这是一位能徒胜的存在 他自身是这个集数中的佼佼者 君陀古圣 一位原古圣人 经历过漫长岁月间的所有战斗 一生经历过元寿大破灭 黑血狂潮 朱天暗淡等多个最恐怖的时代 他都活了下来 一直到现在 饮过圣血 撕掠过今身菩萨而未被佛卒灭掉 最终竟被赦罪 可以说他一生无比辉煌 正是这样一个人 他来了 临近地球 要为后世子孙出手 或许是因为杀罚太多 他的成就太过耀眼 在圣人行列中都是强者 所以他这一族遭遇各种横祸 原本这一族就数量稀少 现在几乎要灭族了 而且繁育力异常低下 他们这一族施亚神兽 不可能繁衍出大量族人 族人可以数得过来 清河龟 顾名思义 被孕育在心河中 很难孵化出来 到现在纯血的没有几头 而且不如老龄 一身实力越发恐怖 可是生育能力却在成几何倍数的下降 不光是心河龟 其他种族也是如此 实力越发强大 越是难以反育后人 此次多为各族制强者年轻时所留 如今心河龟一脉 年轻成员一个都没有了 砸血的倒是有几头 如今两头踏上新路 来到地球 一个被人称作白银神子 另一个则是白银神子的亲弟弟银红 在普陀山一战中银红曾将楚风撞到吐血 最后被楚风用五色大网俘虏 准备进军逍遥禁食吃掉 无论是白银神子 还是银红都不知道 他们是君陀古圣的后人 不然的话 身微更胜 因为 此前君陀古圣对杂血后代看不上眼 认为不是正宗血脉 然而 最近有一头老星河归向他禀告 几乎所有族人都步入老龄 实力是越发高深了 但是却几乎都失去生育能力 到这一刻 君陀心中才大震动 立刻让身边的道同跟星空各地联系 寻找杂血后人 白银神子银红兄弟的身份自然 在第一时间被禀告上来 君陀没有声张 而是让地球上那些愿意传递消息的降临者密切关注 随时禀报他的童子 所以 当德西银红被俘 那土著扬言要吃掉时 君陀怒了 寂静万长岁月的心有了波澜 他是谁 一代古圣 历经万长岁月 蒸伐诸天 灭掉的生命星球都不知道有几颗了 有人敢以他的后人为食物 在他看来当灭九族 他认为 他的后人可以战死 但绝不能为食物 尤其是 他曾经蒸伐过这颗星球 当年是圣人成员之一 算是主力 绝非星空骑士可比 参与图灭行动 他连这颗星球上的圣人都曾图掉过一尊 如今 这颗没落的星球上的土著 要以他的后人为食物 他绝不能容忍 君陀来了 驾驭他的古战车而至 自从远古一战 灭掉眼前这颗星球上主力后 他就身受重伤 一直不再动用这辆战车 可而今故地重游 他又驾驭石车 显出恐怖威压 沿途 在石车路径的地方 海王星 木星 火星等都像是在颤立 景象恐怖 至于太阳系中的那些战舰 则全部凝固 被定在星空中 其中个别战舰不知道情况 想要开足马力 结果刹那解体 化成宇宙尘埃 老马拉着石车 来到地球外 车中的君陀古圣寂静无声 车员上有一对道童 这时跳下来 立身在车盼 都静默无声 地外 杨轩 胡青城 秦岸面对战车时 感觉如同天崩地裂般 他们看到那被混沌器包裹的战车上 仿佛有圣血溅起 有一些生命星球炸开 有金身菩萨被撕裂为两半 那景象太可怕 三人当场软倒在那里 身体不由自主地跪幅 顶礼膜拜 他们知道 这是一位远古圣人的恐怖战绩 是新年发生的救世 让人颤力 动辄就可涂灭一颗星球 接着 淡淡眸光透过混沌扫来 他们三人不能思考了 思维凝固 并且脑中的一切都不再是秘密 被这位古圣洞悉 最后 当他们感觉活过来时 脑子中尽是楚风的画面等 他们知道圣人在查看楚风的一切 刹那间 地外又来了两个生灵 一个是实力骤降的亚圣英九雀 他在这位古圣面前没有过往的冷酷与狠力 很沉默的行李 而且他是跟着另一人来的 那人被混沌包裹 对石车中的军陀建立 而后盘坐在一旁 他就是百化圣人语文成空 传圣人法指 楚风 这时 一味道童开口 他看起来面孔之嫩 但是毛字中的沧桑出卖了他实际的年龄 这是一个不弱于今生罗汉般的存在 地球上 若雷霆横空 若九天闪电P5 那声音宏大 震动各地 所有人都震撼的抬头 内心惊悚 这是何等的存在 在传圣人法指 直接要楚风死 这真是霸道到极点 第458章 当星空下无敌从东半球到西半球 从北海到南海 各地的声铃都在震颤 因为那船法指声响车世界各地 声音略带稚嫩 但冷漠而霸道 楚风这次又惹了多大的祸 脱离欲虚空的老头子路通抬头看天 脸上写满担忧 他知道这次问题大了 各座名山间 那些折叠空间内 那些新路上 来自不同星系的生物多大震动 他们早有所觉 没有想到这件事真的发生 这次可不是亚圣殷九雀 而是一位真正的远古圣人 实在恐怖 虽然自远古一战后 君陀便隐居 但至今星空中都在传他的名 有了解内情的圣子心头震动时 忍不住感叹 在事情发生前 他就得到其他降临者禀告 君陀会来 楚风兄弟有大祸 这次是真正的圣人来袭 这可怎么办 如何度过这次难关 藏地内大光头正亮的马王开口 皱着眉头 一脸幽容 老喇嘛 敖王等昆仑山大妖都在 全都眉头深锁 他们从一位降临者那里了解到 上次指示亚圣殷九却要杀楚风 而这一次却是真正的圆古五圣人 不可相提并论 而且 这位君陀太强势 来到地球外就下指要楚风死 都不是让其他人动手 到了那个层次 本领通天 哪怕无法进入地球 但想要杀一个人估计也不会是难事 让他们内心都不安 怕楚风死去 还好 我们最终的选择很正确 没有跟土著中的天选之词走得过境 此人注定要早亡 给吉原慈仙枯有强者开口 这里也有高手 当年自展道横进入这个世界 休养二十二年 终于渐渐恢复 林公主等人听闻也都轻叹 这次真正的圣人来了 楚风怎能逃过这一劫 呵呵哈哈 劳山深处 大齐皇子在线 他气宇轩昂 但是眼底深处却很冷烈 有杀意弥漫 其宇身为进化皇朝的天才 身份高贵 上一次所带人马全灭 他对林诺依还有楚风有无穷的杀鸡 可惜 我还想亲自动手呢 看来等不到那一天 他很遗憾 如今还无法走出折叠空间 我的祖上也来了 庐山 百话圣子与文风皱眉 他很不安 曾在楚风手上吃大亏 如今都没有亲手涂掉那个土著 近来他威名大损 他略有担忧 族中圣人会怎么想 他们这一族人口不少 竞争激烈 有不少人盯着他圣子之位呢 可不像君陀那一脉都快血统断绝了 天下各地不明 就是普通人都听到那传法指声 被深深震撼 普陀山 江洛神正在拨打楚风的通讯器 可惜一遍又一遍 始终联系不上 现在这个关头谁都找不到楚风 因为他还没有脱离不灭山附近的海域 那里有强词干扰 有神秘场域 连天眼通都望不穿 域外 若雷霆绽放 一道赤盛的光发出 那是一位道童在动施展秘法 手持一面宝镜 照向地球 而在镜面上早已勾勒出楚风的容貌 这是在探查他的去向 要将他寻觅出来 嗯 道童皱眉 满是沧桑的双目变得深邃起来 他始终找不到楚风 镜面上毫无反应 按理来说 这寻天宝镜一出 所要寻找的人将无所遁形 会被镜子第一时间感应到才对 难道他身上有重宝 可以抵住宝镜探查 他露出一色 离开不灭山后 楚风进入海中 这片地带灰雾很浓 外界依旧探寻不到 他将持许长的五色大船取出 至于海面上 他刹那暴涨 变得非常巨大 而这时他也将圣女 离林摇醒到开船 离林苏醒后 哪怕他意志强大 任性惊人 可现在也忍不住怒火填音 要跟他拼命 一次又一次将他砸晕 别说圣女 就是使唤丫头都没这么惨的 这次事情紧急 下次不会了 过段时间先还你一半写真集 楚风淡定地开口 哪不存在的写真说事 非常管用 离林克制情绪 身为一颗星球上的最强船人 他的自控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 当看到那张古谱的玉石桌下时 他郁闷的心情有所舒缓 有条桌腿缺了一截 现在一头银龟压背在桌腿下 当作垫实用 支撑着桌子 离林发呆 这也太不拿玉外天才当一回事 那可是白银神子的亲兄弟 居然被垫在桌子底下 银龟你给我老实点 想看书桌子都不稳 再敢乱动 我直接引爆你体内的所有词真 楚风威胁道 此时银龟在发抖 太特么憋屈了 堂堂神子亲兄弟 被人这么作戒 他眼中凶光毕露 真想拼命 楚风低头偏了他一眼 道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若非你想斩我头颅 何至于此 想杀我就要有被俘的觉悟 你当庆幸自己还活着 而其他人都死了 蛮荒星球的土著 血脉斑驳的失败者后裔 银龟在心中嚎叫 他真的怒怨无边 但是却不敢发作出来 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军陀的后人 若是了解 那其实就更不同了 楚风对这头龟另眼相看 决定当作食物 纯粹是因为他是一头灵龟 觉得是大捕之物 终于 渐渐脱离这片海域 再回首 不灭山消失不见 培养妖圣的无上密土 他随时会更改位置 只有手持不灭山的石块 才能感应到他 会慢慢寻到 找到了 在海洋中 这时 域外石站车旁边 那个到同手持宝镜 露出喜色 丙到军陀圣人 这时 域外再来一人 一个黑脸大汉 背负铁剑 脚踏星空 从太阳系边缘外 一下子就赶到地球近前 在他迈步时 十分可怕 周围的星空都在轻颤 毫无疑问 这是一位圣人 浅露真实面孔 没有被混沌包裹 见过端木圣人 因久却开口 他虽然是亚圣 但在这里身份不够看 面对三位真正的圣人 他平日都得矮上一头 更何况他如今被废 嗯 端木点头 三位圣人在场 域外弥漫圣气 这片地带完全不同了 就是地球都开始浮现稳落 有场域在复苏 这时 太阳系边缘 那里有稳定的虫洞 不仅长着一株千辛疼 此时还有一株虚空连浮现 摇曳发光 震荡出生物讯号 这时星际网络在覆盖 进一步增强 同时 就是地球外部远处 一飞来一株星树 扎根虚空中不是很高 发出光芒 释放生物磁电讯号 再增强星际网络 晶空中 有很多人在关注地球 甚至不乏圣人 所以星际网络彻底覆盖太阳系 从军陀 宇文成空 端木三位圣人的反应 就可以看出一些什么 他们并没有阻止 显然那星际网络的背景深不可测 不然的话 若是一般人敢亏视 早就被他们一指覆灭 晶空深处 不少生命星球上的人都得到消息 号外 号外 圣人出手 引爆星空 震撼星海 独家报道 正在直播 圆寿平台上有直播 三大圣人法驾清零 去废土要杀一个土著 震动星海 不要错过啊 不说其他 但是圣人出手便肯定会震动星空 这等人物如同混沌中的真龙 普通人很难见到 就不更要说观看他们的战斗 一瞬间 各大星系不少地方沸腾 三大圣人降临的星系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远古年代曾经在整片宇宙中排名第十一 一度璀璨到要与前十大相提并论 有解说员在圆寿平台上感叹 但是 他很快就闭嘴了 因为被警告 想死的话就接着说 这种事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绝不能在公众场合讲出来 看直播的人不少了解内情 发出嘘声 这只是个小插曲 不算什么 人们更加期待了 三大圣人再次降临那里 会引起怎样的波澜 而且 如今各大星系中 很多年轻人都踏上星路 赶往那里 想必如今一定很精彩 发生了不少事 这时 无论是一较顶尖老辈强者 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都得到消息 全都动容 第一时间去连接星际网络去观看直播 很快 人们得惜 君陀古圣要去格杀一个土著 这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那种身份的人为了一个后代 居然这般 君陀这是害怕血统断绝 如此互独自 这是给所有人看 警告各方不得害他后人 这老家伙霸道而强势 当年就在那颗星球上嚼齐血与腥风 这次多半另有深意 可能是要引余腻出来 无 唯一有所闻 上次阴久却曾去闹了一场 背后有人支持 该不会就是君陀巴 那是在试探 而今真正要出手 清海深处 就是妖圣 金身菩萨等 都有人在关注 很快 土著楚风这个名字传到星空中 他人还未走出太阳系 但是却已经先被人知道 这也是另类意义上的明动星空 听闻不少神子圣女都上路 前往那颗星球 真想看一看他们如今怎样 是否能在那里突飞猛进 一些年轻人更为关注 眼神热切 想了解圣子及人物的近况 难道他们受挫 被一味土著压制 不然的话 为何除去君陀圣人外 还有两大圣人法架心灵 一些年轻人眼神闪烁 若是能听到天女 神子及人物吃扁 他们会更为开心 这也算是某种略根性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期待 哇那就是三大圣人啊 我看到了 A混沌覆盖 好可怕 剑圣端木可以看到真容 一时间 心海深处沸腾 因为许多人涌进元寿平台 正式开始观看直播 地球外 那名道童一手持宝镜 一手持一枚圣福 流光一彩 一看就是无上宝物 元寿平台的解说员 都是见多识广之辈 固然的话何以能解说圣人出手的大事件 看到那枚圣福后直接到吸冷气 这是经过圣雪浇灌的密宝 当然不是君陀圣人自身的血 而是昔日他所杀的圣人所流 以此福置入地球 自身不染因果 不会遭遇那颗星球的反噬 果然 那道童出手 将圣福祭出 使他直接飞进大气层 向着地球某一海域斩去 空 天崩地裂 地球场域有感 直接阻击 浮纹无数 这一刻 星空都在震颤 那圣福太强 而地球上的场域也异常恐怖 发生激烈碰撞 空 最后 光芒耀眼 如同九天落雷 无数赤剩的光芒落向东海 异常的刺目 与此同时 地球外的星数发光 星际网络覆盖东海 清晰捕捉那里的一切 域外的人终于见到楚风什么样子 楚风刚离开不灭山 舒坦地躺在摇椅上 让林林驾驭五色大船 他准备回归陆地 去泰山祭坛 就在这时 漫天都是赤剩的光芒 闪电飞舞 向着他这里落来 顿时让他毛骨悚然 被天打雷劈了 他获得坐起 准备对抗 自从开启火眼金睛 且一路高歌猛进 秦圣女 让星陆上的圣子吃扁 他就在担心 是否有一天会遭雷劈 轰轰轰 闪电飞舞 电光霍霍 最后都在大船上空溃灭 并未真正击落下来 地球场域起作用 全部磨灭 楚风出神 也就在这个时候 脱离不灭山所在的海域后 他的通讯器可以正常接收信息了 一刹那就开始暴响个不停 楚风查看 顿时从头梁到脚 他了解到外面的情况 有圣人驾铃 要杀他 他快速抬头 这么说来 当才是圣人所为 楚风身体冰凉 寒毛倒数 圣人亲自对他动手 真是看得起他 不过 很快他就目光璀璨 有什么可怕的 大不了就是一死 现在低头也没什么用 圣人既然来了 绝不会改变心念 讲到这里 楚风抬头 点指天穷 到哪个老乌龟在偷袭我 一刹那 星空寂静 无论是地外的三大圣人 还是英九雀与两名道童 都没有声音 就是星际网络 圆寿平台上 也是刹那死计 解说圆张口结舌 不敢评价 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 军头的本体就是新合规啊 还真是 不过很快 圆寿平台上 那些看直播的人一片造杂 虽然他们敬畏圣人 但现在隔着星际网络 怕什么 一些男子大笑不已 更有女子笑得花枝乱颤 毫无疑问 楚风还踏出地球 就已经被人记住名字 地球外 我来 这时 百化圣人宇文成空开口 不再让车员旁的道童出手 而是他要亲自出击 在此过程中 君陀古圣坐在战车上 始终未动 没有亲自出手的打算 宇文成空的手指裂开 滚落下一滴三色血液 神圣无比 瑞霞滔天而上 而今化成一柄剑 搜得一声霉入地球大气层 向下飞去 直到这时 圆寿平台上的解说员等才在此开口 尽管那颗星球非凡 有场域守护 可是圣人若是想杀一人 而不是大规模破坏那片土地 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里的土著想与圣人对抗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而元寿平来寝来的民宿也在发表看法 这几人名气很大 绝对能点评圣人间的战斗 各位 请看好 无论如何那名年轻人都要死去 圣血一出 被袭者必要陨落 所以 我们当敬畏 无论在那里 圣人威严都不可侵犯 一旦亵渎 哪怕相隔九天十地 也会被击杀 金明民宿点评 纷纷开口 与此同时 各大进化门派中 以及各大进化世家内 一些长老在教育后人 记住 无论如何都不要惹圣人 那种存在不可想象 一日没有临近那个境界 一日都要敬畏 一旦相见 必须发自真心的跪拜 一时间 青海深处 各地的年轻人都在聆听长辈教育 对圣人的敬畏之心更重了 可惜 这个天选之死必死无疑 原本他也算不错 他的可悲就在于 不知圣人多么的可怕 不可仰望 圆寿平台上 有民宿谈论 代官论定 等待楚风死去 然而 一切都跟人们想象的不一样 东海上方那滴血滑破天雨 被场域阻挡住 但招致他覆灭的是不灭山的浮现 像是干旱的沙漠玉岛干铃 贪婪吸收 作的一生 三彩圣血无声消失 被不灭山吸走 要知道 刚才这里天穷裂开 虚空站立 一柄可怕的圣剑有血液化成 简直要毁灭天地 将这里粉碎 然而 他被收走 被不灭山吃掉 楚风刚才心中不安 头皮发麻 他知道遇上死亡危机 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可是 突然间压力就消失 近海深处 圆寿平台上再次宁静 无论是解说 还是几位被邀请来点评的民宿 都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 而在他们还没有发表新见解时 地球上 主风凌空而起 站在五色大船上方 凝湿玉外 他连续被圣人轰杀 可都被化解 顿时底气十足 敬畏又如何 还不是要被针对 还不如光棍一些 所以 他现在一副很深沉的样子 避拟天语 道 谁能伤我 5 星空下无敌 第459章 无敌是多么寂寞无 星空下无敌 主风发丝扬起 闭逆域外 这个画面瞬间传向宇宙深处 沿着星际网络一路蔓延 直接映照在各大生命星球的元寿平台上 这一刻 各大星空瞩目 现在域外无声 星空安静了 上一次说这种的话人是谁 是什么时候 太古老 太久远 人们想不起来 但是 今日说出这种话的人 肯定要被记住 注定会传遍星空 此刻 楚风甚不发光 双泪喷勃出一对能量双翼 趴立身在半空中 下方地海起伏 上方星空无声 地球外 三大圣人寂静 阴久却牙疼 真想俯冲下去一巴掌拍死他 而两个道童则紧紧闭上嘴巴 一语不发 怕引圣人发怒 各大星系 诸多生命星球上 真可谓一片幽静 没有一点声音 若真可闻 因为人们被惊呆了 圆寿平台上 解说圆嘴里发苦 他真是头大如豆 太阳学生疼 这该怎么解说 这个土著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金明特邀而来的民宿 眼睛都快突出来了 盯着屏幕说不出话 他们再到吸冷气 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事 五 星空下无敌 这种话也敢说出口 去知 就是映照朱天的那种存在 也不敢这样标榜自己 谁敢这么说 都会引发一场星空大地震震 会有流血杀戮 后生可谓啊 最终 一位民宿憋了半天 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真不敢再提星空下无敌 这种敏感性事件 是啊 这个年轻的土著好自信 解说员回国神来 这般附和道 很想打哈哈 赶紧将这茶儿接过去 因为 这涉及到历史上的旧事 曾非常恐怖 十分敏感 几位民宿都回国神 不愿在这件事上多点评 不过 让几人脸堂发烧发燥的是 那个土著依旧还活着 并非像他们预测的那样 死于圣人手中 他们不久前一再强调 圣人无敌 永远不可冒犯 始终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然而 那个土著大骂圣人后 依旧活蹦乱跳 最重要的是 还在那里 装无敌呢 这个土著的脸皮的有多厚 才能说出那种话 在他们看来 其厚度要突破天际了 此时 普通人都是一脸诡异之色 最初很寂静 但是 很快 圆寿平台上就沸腾了 哎呦喂 我听到了什么 他们可不像解说员 人与几位民宿那么有顾虑 隔着星际网络 有什么可怕的 谁认识谁 神人出世啊 星空下无敌 这兄弟叫什么 楚风 我记住这个名字了 老天在上 今天遇上牛气冲破消汗的存在 时隔漫长岁月再次跳出一位 敢自称星空下无敌的声明 圆寿平台上一片造杂 一群人像是打了凤凰雪般 彻底兴奋 无比的躁动 简直要炸裂了 消息传播的非常快 引发星际网络上震动 更多的人涌来 得到消息后 开始进入圆寿平台观看 早先有很多人并不知道 但现在被身边的人紧急通知 都火速连接星际网络 登陆圆寿平台 地球 东海 楚风立身在半空中 一副很深沉的样子 五缩大船上 被垫在桌子腿下的银龟 瞪着他的背影 看得牙根都痒痒 眼中胸光闭露 神特么的星空无敌 他想一记王八拳打死他 李琳也是一阵无语 这个土著 太能装了 有种你飞到天外去试试看 圣人飘落下一根头发 都能将你的身体割断 雪剑长空 这样喊自己星空下无敌 就不怕遭雷劈吗 呆 哪个敢与我争雄 这时 楚风主动叫板 遥望星空 他是真的看不到域外的圣人 但并不代表他不能装模作样的盯着 此时 他一派高手风范 越发的深沉 域外 三大圣人依旧寂静 英九却脸上的表情却跟便秘一般 太难受了 这个土著囂张之急 而要深究 由他而起 这让他作辣 真想瞬间打死那土著 现在 在圆寿平台观看直播的人 越发激动 一个个都像是喝了真龙血 饮了圣黄血 都兴奋过头了 能看到圣人吃瘪 有人这么挑战权威 许多人嗷嗷指教 进入圆寿平台的人越来越多 人晚为患 一度差点导致这个平台瘫痪 各大星系 不同的生命星球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涌来 毫无疑问 此时 楚风这个名字在圆寿平台上开始发光 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砸向每一个人 被人牢记 不管名声是好还是坏 最起码他真的开始明动星空 此时 别说普通人群 就是各大进化门派 各大进化家族中 以及一些圣地内 全都不宁静了 一时间 非反迎天 地球外 宇文成空开口 无欲打爆这颗星球 他是圣人 号称百化 可容炼万物 自然可以再翻手间就能毁灭一颗星辰 但是他也知道这里与众不同 见圣端木一开始弥漫混沌气 让域外震颤 他缓慢摇头 道 除非应找朱天 不然的话 根本瓦解不掉此地的场域 因为这是圣师不下的 可是 应找朱天的人一直在忌惮 担心圣师未死 还会回来 而且 这颗星球曾经在宇宙中排名第十一 有余孽活下来 一直逃亡在外 7日 有人想覆灭此地 结果遭遇反击 直接导致自己所在的星球被打爆 举足覆灭 毫无疑问 那是一种巨大的震慑 流浪在外的余孽 在他们看来是超级恐怖的分子 异常忌惮 当然 这种人越来越少 快绝灭了 不过 圣师真要再现的话 那就吓人了 被某些人 视为最大的恐怖源头 他可以梳理星河 惊天伟地 足以破灭很多颗生命星球 那种代价谁也承受不起 应照朱天的强者自己不怕 也要担心子孙 我相信 圣师死了 百话圣人宇文成空审声道 无比坚定 我们一直在等待消息 圣师生死之迷快有最终结果了 就在这时 一直寂静无声的君陀古圣 终于开口 他的言语让人震惊 就是见圣端木鱼 宇文成空都动容 这当中包含很多信息 甚至 这次君陀来这里 都可能有深意 7日 君陀乃是主力圣人之一 曾攻伐过地球 在这里图过圣者 拿去 就在这时 君陀赐下一物 交给道通 而他自己依旧盘坐石车中 被混沌淹没 什么都看不到 那是一颗舍粒子 光华照亮欲外 太璀璨了 他是一位金身菩萨死去时所留 被君陀收到手中 毫无疑问 这种东西异常珍贵 哪怕内孕的圣人 被君陀在远古疗伤时吸收八成 但依旧是价值连城的圣物 这种东西让殷久却眼红 但却不敢多语 师 道通寄出 将之打入东海方向 要继续轰杀楚风 这种圣人籍的舍粒子 属于其他圣人 因此这般出手 不染因果 真要反噬 也只会找那尊金身菩萨 空 海面上空 胜利沸腾 一颗射粒子绽放万千金光 宛若要普度众生 一尊菩萨浮现 金身圣洁 镇压而下 楚风头大 浑身绷紧 感觉到一股灭食般的气息 在别人看来那很神圣 在他眼中那无疑代表着死亡与毁灭 这金身法相一出 有天下无敌之事 任何一尊金身菩萨出世 都是无匹的 可以荡平妖魔 横扫一遇星球 现在哪怕是残缺的 也很恐怖 地球场域复苏 浩瀚莫测 乃是圣尸亲手不下的 场域曾经瓦解 被映照诸天极强者撕开 可是精力大毁灭后 它又完整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越发让人忌惮 怀疑圣尸未死 曾回到这里重新布置 空猛龙 天上 金身法相渐渐暗淡 被无与伦比的场域磨灭 渐渐消失 不能接近东海纳松五色大船附近 这就是圣尸是手段 常遇绝世无匹 让那设立子显行 惊空深处 别说其他人 就是解说员都在咽口水 几位民宿更是瞳孔收缩 圣尸啊 一人忍不住感叹 当然很快就闭嘴了 因为这是个禁忌人物 不能多谈 至于元寿平台上 众人则没那么多顾忌 纷纷惊叹 对于圣尸 哪怕他是禁忌 许多种族 不少顶级大门派 不允许提及他 但是众多年轻弟子还是对他好奇 查阅过他的各种资料 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他礼敬 近乎崇拜 因为这是一个逆天的人物 留下太多传奇 至今月球上还有一位无敌妖圣的肉身 白虎 为月球上一些设施提供能量 证实着圣尸新年的手段多么的逆天 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事 地球 东海 诗 最后一声轻响 舍利子飞走了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吞噬 又是不灭山 他像是一只恶坏的史前凶兽 需要高层次的能量 对于圣血菩萨舍利等 无比渴望 域外 这次又无声了 三大圣人弥漫混沌物矮 毛子很幽碎 刹那间露出可怕光束 明是不灭山方向 这件事不寻常 有些诡异 因为 就是三大圣人也发现不了不灭山 楚风站在半空中 煽动光溢 他有点心虚 身体出了一层冷汗 刚才那可是今生菩萨啊 这样震杀而下 他深刻感受到 域外的圣人多么的想杀他 连那样一颗舍利子都记下来了 相当的果决 地球外 道童也在冒冷汗 舍利子丢了 再也收不回来 这种东西哪怕对于圣人来说 也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一旦丢失 也会心疼的要死 童子有些害怕 这时 楚风稳定下心神 再次开口 点指欲外 道 数次偷袭我算什么本事 有众下来 跟我堂堂正正一战 地球外 没有声音 此一般的寂静 气氛可怕到极致 圆寿平台上 解说圆张口结舌 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土著了 太特么的脸皮厚了 几位民宿也富匪 圣人要是能进那颗星球 还容你蹦大 一道目光扫过去 就足以让你崩碎 化成一团血雾 但是 他们不能这么直接 一位民宿和蔼的笑道 这个年轻人勇气很大 但藐视圣人是死罪啊 几位民宿没敢多点凭楚风 因为 他一直活蹦乱跳 一再藐视圣人 可就是不死 活得好好的 这跟他们告诫众人的观点相冲突 他们一再提及 要对圣人抱有敬畏之心 何时何地都不能亵渎 可是 这个土著就是用来打破场里的 圆寿平台上 那些普通人都沸腾了 看着那个土著一再挑衅圣人 还活着 他们无比兴奋 金宇 快来圆寿平台 这里发生今天大事件 宇墨 赶紧登陆圆寿平台 这里正在发生圣战 一个土著之身挑战三大圣人 简直要逆天了 早先观看直播的人 不断的呼朋唤友 吸引来更多的人 这里越发的人生鼎沸 各族的进化者 不知道来了多少 圆寿平台的拥有者 几位大人物欣喜 第一次对楚风生出好感 觉得若是有机会 应该给予他一定的照顾 同时 他们觉得 眼下应该确保这个土著不死才好 这简直就是一个吸睛的宇宙红人 值得投资 因为 圆寿平台可不是免费观看直播 而是要花费一定的进化资源的 地球 东海 楚风眼神清亮 发丝飞扬 他在开口 谁敢与我一战 域外 三大圣人的脸色也快跟变密似的了 他们自然知道 星际网络覆盖这里 且有直播在进行 轰轰轰 接下来 东海上空 毁灭性气息不断爆发 各种意向分成 简直要撕掠乾坤 恐怖到极致 海中 所有生物都颤利 能够逃走的都逃了 不能逃走的全都在瑟瑟发抖 沉浮在那里 楚风寒毛倒树 多次感觉到死亡临近 甚微不可抗衡 但最后终究是没有死 他还活着 站在这里 如何 也就是不死 他开口挑衅 此时如同一个坏小子 带着挑衅的笑容 这画面瞬间引爆星空 许多人都在截图 保留下这张画面 简然 楚风还不知道 他现在人气直暴涨 在域外已经被人知晓 坏坏的笑 好帅 居然有年轻女子发出这种叫声 让圆寿平台上许多男子不满 人们知道 圣人这次丢了面皮 就看他们接下来能否有效击杀楚风了 这时 圆寿平台的探测器 给予楚风那里特写 画面越发的清晰 拍摄到了他后面五艘大船上的景物 就这么一瞬间 很多人实话 他们看到了什么 军陀圣人的后人 银红 不久前 人们就已经知道前因后果 有人曾在圆寿平台上发出过银红的照片 现在他们发现了真人 我地址符仅号人民帝符 那是古圣君陀的后世子孙 他在那里 天啊 圣人的后代银红居然 被垫在桌腿下 我没看错吧 被当成了什么 电石 这个画面清晰的捕捉到银龟的现状 被垫在桌腿下 震惊星空中所有生灵 全都目瞪口呆 一瞬间 这些人觉得 楚风这个人有些深邃了 或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闭格 直接拔刀 那可是君陀古圣的子孙 用来垫桌腿 这实在太逆天了 很快 又有人惊叫起来 因为发现圣女黎玲 啊 那不是我心中的女神吗 她怎么也在那里 天啊 她居然穿着侍女服装 天杀的土著楚风 你到底做了什么 圆寿平台暴动 彻底乱了 接下来 地球外的三大圣人似乎也怒了 狂轰乱炸 要杀楚风 那里电闪雷鸣 异常的可怕 楚风心虚到极点 觉得跟死亡太接近 随时都会万劫不复 而星空深处 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件事 尤其是一些圣人都先后出关 注视这里 当有一次可怕的圣光结束 沙发停止时 楚风站着不动 因为不久前真的被震慑的发毛了 她心神不稳 再努力尽心呢 最后 她让自己双目深邃 比以前更深沉 到无敌是多么寂寞 乍世间 整片星空寂静 第460张星空炸裂星空中 所有人都傻眼 该怎么形容她 这是多么的自信 多么的自恋 或许更进一步说是多么的不要脸 这种话也能说出口 脸皮太厚 在战场上绝对能当盾牌用 可以抵挡箭雨 砍在上面肯定火星似箭 刀枪不入 三大圣人一语不发 但脸色彻底黑下来了 这个土著真是当珠 屡次冒犯甚微 可有一点 她就是不死 无敌是多么寂寞 她竟然唱起来了 这让人目瞪口呆 刚才那么一句也就罢了 现在在那片海域上空 她背负双手 无比自负 在那里非常投入的吟唱 清空中 顿时要炸裂 元寿平台上 一群人嗷嗷直叫 这个名为楚风的土著要你添吗 哎哟喂 我真受不了 这兄弟绝了 这是要祭死圣人不偿命啊 哈哈 真有意思 在那偏远的蛮荒星球上 竟出这样一个无敌人物 真是要挟 此时 无数人登陆元寿平台 亲眼目睹这一幕 简直是非反映天 这个直播平台要爆炸了 因为人数实在太多 来自各大星系 无数的生命星球都可以登陆 如今星际网络 几乎覆盖到所有地域 当然 实在偏远的低等星球例外 无敌是多么寂寞 主封神情专注 实在是投入 颇有陷入其中不可自拔之事 地球外 三大圣人的脸越来越黑 哪怕他们身为圣人 但现在也受不了 数次出手都杀不死这个土著 还让他这么唱起来 这不是在折他们的面皮吗 英九却越发觉得作辣 在那里擦冷汗 元寿平台上 解说员也在擦汗 这特么的太让他难做啊 怎么点评 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三大圣人 无敌确实是一种寂寞 但是我觉得他的无敌不是在战力上 而是在自负上 言行轻狂 解傲不逊 这的确是一位无敌小哥 解说员憋了半天 总算做了一番点评 被请来的几名民宿 脸色都跟便秘式的难受 说什么好 早就预言这个土著会死 可是他越来越活蹦乱跳了 没看到吗 他在海面上载歌在舞 越发的欢食 可 这个年轻人真是活跃 一位民宿一边咳嗽一边这样说道 另一位民宿点评 道年轻真好 什么话都敢说 这算是一种朝气 但有时也可理解为鲁莽 不安世事 这样辱圣人是不对的 虚知 万物万灵都要有敬畏圣人之心 只是 圆寿平台上谁听他说叫 现在一片沸腾 来自不同星系的人都在谈论一个人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躁动过 这个土著太彪悍了 真的在跟圣人交锋 目前占据绝对优势 有人调笑道 在所有人的印象中 圣人古板 圣人不可测 圣人无敌 圣人高坐天穷混沌中 简直是高不可攀 跟他们属于两个世界 很难见到 现在 有一个土著 他来自最宇宙最角落的蛮荒之地 让圣人吃饼 充分激起所有人心中的那一缕叛逆性 所以全都激动了 异常兴奋 这也导致圆寿平台涌进的人数暴涨 而且是在持续增加中 这歌词有意境 而唱的人也很有味道 必须得录制下来 没事就听一听 果然 无数人在录制 这种景象 让一些研究音波工的进化门派都诧异 这些门派的杰出弟子发行唱片时 都没这么的火爆 就是以研究音波为主的 顶级进化门派的圣女 影响力巨大 发布现象及作品时 其场面也不过如此 去知 那些歌曲 那些音律 可以促进进化者的精神力缓慢增长 长期聆听的话有极大的好处 现在 一个偏星球上的土著 随便哼出的歌 几乎能够跟随当红的几位圣女相提并论 我严重怀疑 今日过后精神歌曲排行榜中 会有无敌是多么寂寞的一个席位 有人这么笃定的说道 必须的 已经录制完毕 不少人纷纷附和 此时 圆寿平台背后的大人物非常满意 据统计 现在的圆寿平台在线人数 已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第一位 远远领先其他竞争平台的直播在线人数 地球 东海 主风底气越来越足 他觉得 哪怕是圣人想杀他估计也有难度 甚至无法成功 因为 这么长时间了 凭他这么作死的折腾 居然还活着 足以说明问题 证实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就在这时 他看到一叶扁舟在远处的海面上窥探 一刹那 楚风展开双翼冲了过去 速度达到极致 瞬间俯冲而下 将这个觉醒九段的人擒住 相对来说 来人进化层次这么低 楚风可以用精神探索 其心中所思所想 毫无阻碍 彭来的人 现在彭来很多人出动 正在寻找楚风 因为 他杀了陈家少主陈胜以及陈仆 陈丰等人 他们要报复 当发现这片海域动荡而恐怖时 有人来探查情况 此时 彭来陈家出动一部分很强的人马 正在满世界寻找楚风 想将他铲灭 不会让他活下去 甚至 有部分人在寻找跟他有关的人 比如他的父母 昆仑大妖等 将会动用一些非常阴狠的手段 楚风洞悉后 露出冷漠之色 彭来有些人还真是阴魂不算 纠缠不休 不杀他不收手 彭 他将此人敲晕 丢在扁舟上 对于这种还没有作恶的小角色 他不屑于下杀手 楚风回到五色大船上 对圣女黎琳吩咐 道 我的侍女 开船 我们去彭来做客 黎琳等他 被侍女两个字非常抵触 但是最后还是忍了 驾驭五色大船 乘风破浪而去 这一刻 星空中震动 圆寿平台上 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哀嚎 在诅咒 对楚风敌意无比浓烈 不再像此前那么欣赏 恨不得活吃掉他 痛心疾首啊 我的女神 你怎么沦落为她的侍女 不相信 真的不能接受啊 有人撕心裂肺的长嚎 不可能 我看到的不是真的 一切都是假的 太可恨了 那个土著 我要杀死你 你喊我黎琳女神 毫无疑问 这是跟黎琳来自同一颗星球的人 见到黎琳这种状态 一群人垂胸顿足 悲愤无比 恨不得立刻杀过去 早先尽头就捕捉到过银龟与黎琳 但很匆匆 这些人还在心存侥幸 可现在真是近乎绝望 被彻底证实 其他人只是觉得黎琳漂亮 出尘 看气质就像是高等星球的顶级圣女 现在被人证实 顿时一片哗然 我靠 这兄弟太孽畜了 抓了个圣女在身边 我极度羡慕恨啊 我也想跑到那颗星球去狩猎 真是高等星球上的圣女 听闻还是那颗星球最强盗筒的圣女 这意味着也是那片星域年轻一代的第一人啊 你天了 这个层次的女神级人物 就是那些大人物也不敢染指 这个土著 哦 我想杀了他 让我跟他身份对调吧 沈啊 满足我这个愿望吧 出乎人们的预料 的确有不少人痛恨楚风 但更多的人则是极度羡慕 有人发出狼好声 跟黎琳来自同一颗高等星球的人 愤懒无比 在圣寿平台上号召 诸位 你们不觉得这个土著悲劣吗 太可耻了 我们要营救圣女黎琳 谁与我们同去 击杀那个土著 有部分人响应 纷纷嚷着 要解救神女出糊口 有人无情打击 道 别闹了 等你们前往 沿着星路赶过去 怎么也得十一年半载后了 那个时候黎女神的孩子都快生出来了 你们去干什么 敬祝母子平安吗 啊啊啊 一群人听到这种话后凄惨大叫 此时 楚风躺在藤椅上 很舒服 他正在琢磨 既然蓬莱喜欢凑热闹 那么就让他们参与进来 吓死他们 他丝毫不知道 星空深处 有无数人在咬牙切齿 恨不得生吃掉他 大船终于接近蓬莱岛屿 那里被迷雾笼罩 这时 楚风持着通讯器一阵出神 因为进一步了解到情况 是一些降临者透出的消息 熟人在第一时间告知他 楚风神色古怪 盯着被垫在桌腿下面的银龟 一切竟然是因为他而起 他已经了解到 域外有个叫君陀的古圣为他而来 动了雷霆之怒 同时 他又看向黎玲 还有一个贱圣端木士为他而来 此刻 楚风竟然也有了便秘般难受的表情 闹了半天是这样惹出的大祸 引来圣人杀鸡 不过 他也觉得那些古圣或许还有深意 不光是为杀他而来那么简单 进倒 楚风没犹豫 吩咐圣女黎玲驾驭大船 闯进岛屿中 这座岛屿算是一处秘境 引在汪洋间 直到天地聚变他才出现在地球主空间 五艘大船横空 可以飞行 进入岛屿 到了这里后 楚风直接踹了一脚被垫在桌腿下的银龟 道 你什么眼神 等我干嘛 你大爷的 淫归心诅咒 他虽然恨不得立刻灭掉楚风 用王八拳将他轰杀 但刚才根本没瞪他 所谓实实物者为俊杰 归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没瞪你 在他看来 这个土著绝对是在找茬 他猜对了 楚风就是通过他在叫板军陀 好让古圣再出手 因为天上消停有段时间了 他现在需要圣威来下虎蓬来岛屿上的人 大船进入岛屿内 立时被发现 有人大声呵斥 楚风非常不含糊 对着银龟一顿踹 道 千年王八万年龟 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 说 你们家祖上是不是有活得更为久远的老王八 圆寿平台上 许多人倒吸冷气 解说员很想说 这次真猜对了 但打死他也不敢吱声 真要得罪君陀古圣 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地球外 君陀古圣的战车爆发刺目的光芒 简直像是一轮太阳在焚烧 照亮域外 而后电闪雷鸣 瞬西间 蓬莱岛屿上方有蔑视气息降临 恐怖到极巅 让很多人颤立 更有不少人瘫软在地上 而此时楚风则一脸冷酷的样子 宛若神魔 看向前方蓬莱众人 喝道 你们这群奴仆 背信弃义 还想是主 今日嫡系血脉的人来了 他早已让黎林停下大船 随时准备进行空间跳跃而跑路 天空中雷电交织 圣人发怒 虽然还未出手 但是已经如此 导致天地巨变 那完全一位古圣的喜怒哀悦所致 在蓬莱人看来 太恐怖了 那个楚风背负双手 站在大船上 他头顶上方各种神异景象分成 弥漫不可对抗的契机 楚风觉得还不够 直接抬脚 又开始狂踹银龟 小声道 看你那龟样 你祖宗也肯定是个孬种 千年亡八万年龟 也就是能活得久远一点罢了 银龟觉得很冤 莫名其妙怎么又被狂踹 他很憋屈 太特么的冤了 圆寿平台上 一片造杂 谁人啊 你恐怕还不知道 那头银龟的祖上就在狱外 是一位古圣 正在盯着你看呢 我很想知道 君陀古圣现在是什么心情 君陀圣人绝对怒到癫狂了 恨不得立刻拍死那小子 这种事不能忍 这个楚风太逆天了 敢这么契落无敌圣人 圆寿平台沸腾 人们无比稀奇 接下来发生的事 因为楚风的话语太扎心 骂千年亡八万年龟 正好和君陀古圣对上号 被邀请来的几位民宿 全都闭上了嘴巴 一句话也不敢点评 从来没有觉得做一档节目 会这么的提心吊胆 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打死他们也不来 轰轰轰 楚风所期待的更为惊天动地的场景出现 有机身菩萨被撕裂的场景浮现 血淋淋 映照天空上 有生命星球毁灭的可怕画面闪耀 震慑人心 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楚风的头顶上方 而他此时终于不再串银龟 一副冷酷到极点的样子 努力展现无亲神魔般的气质 描食众生 他对着蓬莱众人喝道 跪下 对面 果然有人颤力 瑟瑟发抖 楚风如冷酷神魔般 道 真以为我们这一脉的强者都消失了吗 还有人在 他手指天穷 在他附近气息恐怖 各种意向越发惊人 当然 他已经做好跑路的准备 一旦圣人开口揭穿 他直接驾驭大船进行空间跳跃 反正这艘船有此功能 足以逃脱捧来 如果这里的人不惊吓 真要发毛 太软下来并跪在那里 那就美妙了 你们这群妄想弃主的奴才 狗胆包天 以正统自居 还想残害主脉 都活腻了吧 楚风继续呵斥 同时他在疑惑 天穷上的圣人居然没有揭穿他 他略微犹豫 为了让景象更为惊人 为了以圣人的气息 直接压迫对面的蓬莱众人贪软 他决定再加一把火 楚风看向黎琳 低声传音道 给我唱无敌是多么寂寞 黎琳邓远美眸 这么自恋的歌曲也想让他唱 怎么可能 太恶俗了 他绝不肯同意 不唱的话 一半写真集立刻全网发布 楚风威胁 黎琳想跟他拼命 但最后还是屈服了 开始轻声漫唱 嗓音非常美 也有一番韵味 道 无敌是多么寂寞 星空中 些是一阵寂静 而后爆炸般 让圣女唱这种歌是一个原因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们听到了什么 且真 地球外 某一位圣人也震怒了 他就是为黎琳而来 无敌是多么寂寞 黎琳的声音太美了 在蓬莱岛与上空回荡